各位老师和同学大家上午好 欢迎来到光级公开课第93期 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 公开课的这个第三讲 就是我们邀请到来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杨远洪教授 来讲授光纤陀罗 光纤陀罗呢 虽然我不是专家 我确实是这个学习 但是我觉得光纤陀罗 可能是光纤传感 最早而且也是可能 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 这个应用之一 所以我觉得光纤陀罗是 到今天为止呢 杨老师说是 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方向 我觉得正好是为大家 大学们各位非常非常恰当的 那么杨老师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杨远洪老师是 北航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91年获华盛飞大学学士学位 就是我们法科的校友 94年获了04年 获北航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们长期从事光纤陀罗 光纤传感 以及相关领域教学和研究工作 或省部级奖励股项 培养研究生 或多人或省部级奖务 国家奖学金 目前的研究方式包括呢 新型光纤陀罗 光纤传感和低光 量子传感等 我们发表论文200余篇 或授权专利50余项 现为中国冠心基础学会 光电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仪器仪表协会 传感器峰会理事 中国发明协会 平生委员会委员等 好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杨老师 你知道北航呢 在光纤陀罗方面 也是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场景 那么请杨老师 回来来来讲授光纤陀罗 杨老师 后面的事情交给您 好 谢谢团队长的介绍 您刚才说的没有错 光纤陀罗确实是最早 也是最成功的这样一个传感器 我的印象有人总结过 就第一本光纤陀罗的书 就是这个八一年的这样一个 光纤陀罗的这样一个第一次会议的这样一个会议录 确实是光纤陀罗确实到现在为止 尽管过去了45年 但还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一个研究领域和方向 今天呢 我这个也特别感谢这个唐阳德和这个申教授 所以要求我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光纤陀罗研究的这样一些知识和这些状况 我今天的报告呢 我今天的报告分了六个部分 在前两个部分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塞干那个效应 和这个陀罗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然后第二点是介绍这个光纤陀罗一些技术 因为到现在为止 基本的这个技术基本上已经成熟 而且有很多典型的产品 这段两光陀罗指的就是光纤陀罗和极光陀罗 这个是我们这个在关系领域的一个常用的叫法 就两光陀罗 一体就是两光陀罗 两光陀罗 其他陀罗区分开 然后下面的35点呢 是我们近期做了一些工作 跟这个塞干涉仪和这个光纤陀罗相关的一些技术 一些拓展的一些研究工作 第六点呢是一个小节 我们就用一个 用这个法国的这个 法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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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 叫叫叫内费福 他在40周年的光纤陀罗 他有第一个报告 他第一个报告里面起的名字 就是说光纤陀罗 过去是很近年的 现在还是现在未来呢 也是有很多研究价值的 下面我们讲第一个部分 就是塞干那个效应和两光陀罗 事实上这个塞干那个效应 当初出现的背景啊 是跟物理是密切相关的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守物理学 一直围绕以太理论和开展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这个研究的事实上促使了这个相对论的提出 也导致了塞干涉效应的发现 这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是有这几个部分 就87年迈克尔森和这个莫莉实验 做出来之后发现 以太的理论发现这个 这个有点不符合 不符合这个以太的理论 就以太是光传数的媒介 当然假设是光传数的媒介 在那个时期 就提出了质疑 所以就有人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物理学界就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05年的阿因斯坦呢 就抛去了这个以太理论 它提出自己的相对论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呢 到现在来说 它是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个塞干液效应 然后1913年 还有1925年 这个塞干液和这个麦克尔森 又有大两个实验装置 但这两个实验装置事实上呢 它又验证了这个以太理论实验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然后在1911年和192020年 这个冯这个劳 它开展了这个相关的理论和研究 很好的也很好的解释 或者说是给出了这个塞干液效应的模型 所以在对于这个方面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所以有人还提出我们这个效应 应该叫塞干液效应 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这个是一切故事 我们就不想讲了 然后这个就是塞干液当初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装置 它是把这个反射件 包括这个观察件光源 都搁到一个圆盘实验盘上面 然后这个一个小轮子 带入这个大盘转动 这个盘子只半径 现在半径是30个厘米 然后转速到120个圈盘每分钟的时候 是条纹 它观察了条纹0.035个那么大这样一个量 那么这个光路是怎么样 是这个样子 这个像是光源发射之后 过来过来反射 然后这个应该是叫准值 然后这个风光镜 分成两树 一树沿着这个顺时的传输 就过到这个风光镜 然后另外一树历时的传输 到这个风光镜 大家看家里学的风光 这个地方就发生干涉 那它进入这个干涉条纹的变化 进入这个面前干涉条纹的变化 来进行测试 然后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呢 就是互相差跟这个光的频率 有个真比的关系 跟光速呢 整个光速在分布上面 然后跟变化面积呢 有关 跟角度 成一个真比的关系 它这个论文的题目呢 实际上它是个法文的 法文的 然后这个 这个有人把它翻成英文 就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它现在是验证了 演示了这个塞个那个 就是光塞个光开的这个现象 当然呢 这也是有塞个那个效应的 它也是指出这个效应 我们把它叫塞个那个效应 然后这个25年呢 这个麦克林 大了一个巨大的 这样一个干涉椅 这个多大呢 我算了一下 差不多有25个标准 主线场的面积 差不多有25个标准 主线场的这样一个大小 然后在这个维度 是41度的时候 差不多10度每小时的 这样一个地球的转速 融合的转速 做了这个巨大的干涉椅 也测出了这样一个 测出条文 有的是0.23个 成的0.23个 那么的条文移动 这个结果呢 跟他们 就是在当时建立的 这个理论模型 举进去的 以太利亚生的模型 建立这个模型 那个结果 还是比较融合的 所以在某种旁边 他这个词验 也是验证了这样一个 以太利存在 但是现在呢 回过头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三个弹的效应 既能够用这样一个 当初的以太的 这样一个理论来解释 也可以用相当论来解释 但是你到我们现在为止来说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以太 可以不存在 所以说现在的这样一个 大家公认呢 肯定就是由相当论来解释 但这个呢 是一个物理的背景 不管它 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个 赛干代克效应 那么赛干代克效应的 一个完整的这个表达 是这样的 这是位相 产生的位相差 然后呢 这是我们用的光的脚皮 你把这个辫子 波长的 它就在下面 然后这是真空的光束 那么这个 此量A 是我们这样一个 光路 闭合的光路 包围的面积 这个地方你不管 你是个圆的 还是个方的 是个任意形状 都可以 它的面积是个此量 就是面法相 然后这个是我的旋转角 旋转的此量 这个表示什么 就是我这个面法 面法相的这个面此量 跟我这样一个 旋转此量 它们的这样一个极 然后 跟这个位相 就产生这个位相差 就它们有共同的这个分量 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所以说你这个角度 跟着我这个面垂直 也可以不垂直 但是我必须要有这样一个 方向有这个分量 然后呢 我总结了一下 这个塞尔方向 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呢 这个大家也都没有问题 就是我这样一个比喻 我拿两个向上转速的光 旋转了以后 产生一个正比 旋转速的向移 然后它对频度不敏感 第二个呢 这个比例系数就是A 角度面杆和这个C 这个比例系数呢 是跟这个光频率 和这个面积决定的 相当于波长越大 面积越大 灵敏度越高 那么这个呢 事实上也就是决定了 我们为什么赛根耐克 实验的那个盘 也做得那么大 麦克尚的这个实验 也做得非常大 就这个赛根耐克的效应 大家回家就可以算一下 就是这个效应 它是非常微弱 也是非常微弱的一个效应 难题三个呢 事实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这个项目 也插着这个表层表 那事实上看出来 它是跟这个 蓝树光的传输的 光长出这个介绍的 折出力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里面呢 在这个推导这样一个效应 就用这个 用这个以太的概念 推导这个效应的时候 还用了一个概念 叫做叫做 飞蛇牵引的概念 这个也是物理上的一个概念 然后这两个 这两个以太的这个理论 和这个飞蛇牵引 对一个理论加起来之后 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跟折出力没有关系 这个事实上 这个对我们理解这个 赛格奈克效应 和理解赛格奈克效应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图论我总结了一下 我把它整个赛格奈克发现了 叫做两幅土罗 发行这个路程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在193013年发现 赛格奈克效应 直到1963年 我们才报道了 第一个幅极光土罗的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呢 它前提是1960年 极光的出现 当然了 也有人说 我们在1960年前后 都有这样一个萌芽的 这样一个极文土罗的概念 也有这样的描述 然后光鲜土罗怎么产生的呢 是1976年提出来的 但是呢 那么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它基础是70年 70年到75年 应该是70年到75年 这样一个光鲜的出现 光鲜做出来 不是提出概念 是光鲜做出来 所以这个有这样子 这个地方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就是 物理的概念要变成个有用的东西 变成个有用的产品 或者有用的这样一个设备 那么你是要物理跟工程怎么样 是要结合起来的 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提倡了这个交叉学 所以我们这个学工的 要把你物理学好 学物理的呢 也要接触一下 就是说要有这样一个工学的 这个这样一些素质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产生一些原始的创新 和做出一些非常有意义 或者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我的感想 提到这个光鲜土罗的这样一个 包括两光土罗的这样一个发明和发现 那么下面第一个激光土罗 激光土罗1963年提出来 当然在这个理论呢 大家现在认可的理论 在62年也认可的 这样一个理论的这样一个提示 但那一篇的文章 他没有直接指出这个激光土罗 是用来创新的角度的 所以大家现在认可的第一篇 就是提出来的原创新的论文 是这个63年 他们发 但这个是Sperry公司 Sperry公司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惯性公司 那么激光土罗为什么能够就有价值呢 我认为它增强塞加代代的效应 是用这个高品质的激光写能枪 来增强这个效应 因为在斜阵的时候大家学激光的知道 这些写能就是枪常变换一点点 他们都会产生一个 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基于这个效应 然后这是他提出这篇论文 那个封面我把它摘出来了 他当初用的激光是1153那里的 这样一个害脸激光 是害脸激光是有三个 三个协认波长 我不知道 三个这样一个争议波长 一个1153 一个6 638 还有一个3098 这样几个 这样三个波长 他用了1153的 当他做演示的时候 做拍照片的 他用了638的 具体的原理我先不说了 我们的后面还有具体这个过程 我就不说了 然后在后面我们还要讲到 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最后得到的平均差 跟这个面积 跟周长 跟波长 跟我这个角度 成这样一个比例关系 激光陀螺呢 如果要从这个形象来解释 这个图 我们可以形象来解释 激光陀螺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激灵 这个 这个部分呢 是描述我们静止的时候 静止的时候 这两个 因为这个是环境激光 跟我们一般的激光不一样的 环境激光 那么激光它是走 这个光阵出发 走走走走 这是一个周期 如果这个周期 满足这个协认的条件 那么它就是一个 它就会形成一个无限放大 就一直在你放大的这个光了 这是一个方向 这叫顺势的方向 再一个就是历史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激光头 它实际上在一个 环境枪里形成两树激光 一个是顺势的激光 和历史的激光 如果静止的时候 那么这两树激光的这样一个 航是一样的 或者频率是一样的 或者它是腔长是一样的 当这个转动起来之后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 有一概念特别就是 转动起来 我不光光在跑 同时我这个激光的反射镜 整个的反射镜它也在跑 所以说呢 在这个看这个 如果是追着 就是立着这个 这个旋转方向的这个光 它这样走 这样走 到最后 回到这个反射镜 那么它的这样一个 光程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 立着这个旋转的方向 它是这样走 这样走 这样走 它的光程是这样的 很明显 大家在体会上 很明显 看出来 这个红色的这个光程 要比这个蓝色的光程 怎么样 要长 所以转起来之后 我们蓝色的 或者是我们这样一个 立着这个旋转方向的 这个传送光的这个光程 和这个 顺着这个传送光的光程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这样一个 一定就不一样 这是一个最直观的解释 我们只是说 这个直观解释 但理论解释 是个比较复杂的 我们这就不说了 所以最后得到这个结论 就频率差 跟这样一个面积 就这个部队的面积 成真比的关系 跟这样一个波长 是一个反比的关系 跟这个周长 这个周长就是我们这个枪的周长 成反比 但事实上整个的呢 因为它是面积 是平方的这样一个量刚 它是一个平方米的量刚 这是米的量刚 所以它还是个米的量 所以这个枪越大 还是枪越大 这个比较越高 这是输入角速度 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是极光陀螺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 这样一个基地 那么极光陀螺的原理 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人我给出来两个 展出来两个 这个极光陀螺的结构 一个是一体的 就是极光的斜程枪 跟我这个极光的这样一个 极光的这个争议部分 争议部分 跟我这个斜程枪 成一体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是我们叫 这个是基斗的 我们叫基斗的二屏的极光陀螺 或者一体的 一体的基斗极光陀螺 那么有三个反射镜 然后呢 亥来的这样一个 亥来的这个 注入亥来的气体 然后这个是放过 高压的放电 产生结极光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核输器 这个地方是探测器 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PAT 由PAT来驱动这个镜子 这样走的是 就枪肠控制 我们这个结构 有枪肠控制 有这个气体放电 有这个核输 有这个枪 然后有这个角径的反射镜 这样一个结构组成 那么这样的话 就形成了一个环形 就形成了环形的 这样一个斜程枪 当它转动的时候 那么这个正向反向的 这样一个 激光的频率就不一样了 那这是一个 我们叫抖动偏频的 二屏激斗的 或者二屏激斗的激光图 这样一个方案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光学偏频的 光学偏频的 这样一个方案 然后这个地方是光源 这个偏频的部分 一般叫持光偏频的技术 这个一样是枪肠控制 然后这样一个放电的部分 放电和激光的部分 然后这个核光的部分 它叫一个模块组合的这样一个结构 为什么叫模块组合 因为它这个时候的这个斜程枪 这个有缘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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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枪 跟我们这个激光的整个的这个枪是不一样的 它两个是分开的 两个是分开的 这两个结构 那么这个频叉怎么检测呢 我们如果用光谱仪 或者用这个其他的一些光谱检测装置来检测 这个是没法检测 所以最后我们用的是一个什么 用的鲜干的这个检测技术 就是把这两个方案的光 通过这个核酥器 就合起来 比如这个在这个面前干涉 然后 然后说我探在气上 在这探在气上形成一个什么 在探在气上就形成这样一个 就形成这样一个干涉条纹 那么这个表达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双光束干涉的 这样一个表达 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平叉 用平地线的部位 跟我们以前的这个 平叉固定的干涉不一样 平叉是部位零的 所以呢 这有一个平叉 然后这个干嘛P 什么呢 干嘛P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 两束光维 然后加一段角形成一个条纹 这是一个猝死位下 那么X呢 就是我们这个面上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座标 那么就这个条纹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条纹 如果这个陀螺这个激光 这个激光转起来 这个条纹会怎么样的变化 它如果转动起来 这个条纹怎么样 这个条纹是移动的 有一个什么 有个平叉 所以时间要变 所以这个里面位相是一直累积的 所以这个条纹是移动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探承器 简单的检测 就是我数这个条纹个数 数这个条纹个数 那么数一个条纹就对应了一个角度 数一个对应一个角度 但我的单位时间数的桥纹个数 那么就是角数度 就是激光透露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收入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两个也是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个偏频的技术 我这里别忘了 忘了把这个 把这个激光的基本的特征给咱列出来 为什么要搞个偏频呢 因为这个激光 这个环性激光器啊 当它两个的这个不采运动和措施 当它两个的频率差很小的时候 它会锁在一起 最后这样一个正向光 正向激光跟反向激光的频率 它会一样 进口之间的有角数度 但是呢 它的频率没有变化 这就是我们这个激光器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这个死去的问题 或是所去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就用了一个什么 用了一个把它躲开 我们给它沦为的 给它加进去一个 加进去一个位向 位向的变化 然后躲开这样一个死去 所以通过一个机械的这个振动 两个角度 机械的这个角度的振动 和这样一个持近 持光偏频 引入这个位向参照方式来把它躲开 然后解决这样一个 激光陀螺的这样一个 持续的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激光陀螺 这样一个基本的原理 到76年呢 刚才讲了光纤出现之后 就有人提出来用这样一个 多圈的光纤环 实现这个大壁和光路来 增强这个效应 那么首次提出来是1970 这个VALUE 他们提出来 在这个AP EU光学上提出来的 这些能为 这是他们用的这样一些 参数 这个参数它并没有提出 但在它里面认出了很多精度 认出了精度 它是潜力 所以它在里面的这个 对于这个条文的这样一个 移动量的这样一个表达 结果结果也是 光纤的长度 光纤环的资金 波长和这样一个光收入 这样一贯 这是收入的这个角收入的关系 这是它的参数 它 掩饰了 掩饰了这个光阴投入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光阴投入 增强这个塞加麦的效应 也是通过这个 多串的光线绕起来 当然我们假如把多串的光线 给它展开了 相当于就是我有一个巨大的 这样一个面积 增加了这个面积 这样的增加了这个LR的这个面积 来使这个塞加麦的效应 变得 就是这个位相 跟我这个角速度 变得比较敏感 相对就是工程的进步 把这个物理的效应变成 可以 可以用的这样一个 一个仪表 那么现在呢 极光光阴投入 现在有两种这样一个结构 一个是干涉型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用的 就是已经比较成熟的这个情况 光阴投入 光阴投入 这个又是斜阵型的光阴投入的结构 呃 干涉型呢 我这里画的是一个 是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结构 通过我们这样的翻波和这个 台阶波的调制 最后我们都会得到一个 不一样差 就我们的后面还会响应讲 这样一个讲开的这个过程 我们就不响应讲了 那么这个闭环是我们的主流的结构 那么这个斜阵呢 这是一个也是个斜阶 斜阵的结构 现在也有这种那个典型的斜阵的结构 跟我们极光阔路的结构就类似了 就有一个斜阵枪 但这个斜阵枪是个无缘的 极光阔路是个有缘的斜阵枪 里面是有这个争议阶质的 我们这是个无缘的 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通过这样的结构 这个人PD1探的71 探的72 就会探成了两个 斜阵的这样一个 斜阵的这样一个光谱 斜阵的这样一个光谱 那么通过他们在这个转动的时候 如果没有转动 他们两个是重合的 就跟我们极光一样的 就这个这谈这两个两个两个平均 或者两个波长是重合的 它两个是一样的 如果转动起来 他们就会分开 那么这个分开量呢 就是这样D是这个直径 N是它的折瘦率 小辣呢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平均的波长 那我们应该是角速度 这个地方呢就跟N有关系 跟折瘦率有关系 所以这个 斜阵的关系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我可以用很小的这样一个 很短的光线 10级米的光线 我觉得能实现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明明度 那么这样一个干涉性的 准备上一百多米 甚至几千米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光线场 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所以斜阵性的光线 斜阵性的光线 它有很多的优势 但目前呢 还有一些 技术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所以还没有变成一个 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 使用的这样一个技术 但是前景还是很好的 我们说两光陀螺 我们要提一下 眼光陀螺确确确实是我们国内 独立自主演的出来 根本原理不是我们提出来 但是我们 独立的把它演的出来 而且现在是处于国际的 这个第一区的 就是相当于先进水平 那么其中两个代表 一个是这个 国际科大的这个 发布委员院士 相当于国际科大 代表我们这个国内的 极光陀螺这样一个先进的水平 到现在为止也是这个样子的 牵引的这样一个极光陀螺的发展 那么光际陀螺就以北航作为牵引了 就我们这个张维希教授 张维希教授 张维希教授在1600呢 在这个光际传感学序会议上 获得了这个终生成就奖 这个护掌石呢我练一下 因此改为新下新开启了国 光际陀螺研制的先河 然后数十年如一日 不断攻坚开篮就在辉煌的成就 华佐陀螺梦想他人在路上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有时候 遇到这个教授谈起来 我们谈的主要 现在90多岁了 谈的这个主要的话题 还是光际陀螺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张教授 现在还关心着 尽管连续很大身体 身体还是很好的 但是还是光际陀螺技术 这也就是我们像北航 我们光际陀螺研制 我们有个精神叫陀螺精神 这也就是我们这个陀螺精神的一个典范 这个陀螺是这样一个 尼尔巴布尔 就是这个德雷北实验室 美国德雷北实验室 在这个1998年他预测 实际上他预测了2010年的这样一个 陀螺技术的一个现状 但我们现在已经2020年了 这个状态呢 算是我们现在的状态 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光际陀螺 极光陀螺状况 就是都到了这个什么 半分之五到这个十万分之五的 这个精度范围 实现现在在国内啊 甚至在国际上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光际陀螺这两个陀螺是这个状态 所以说是一个高精度 从高精度到中低精度 一直到低精度这个领域 全覆盖的这个陀螺 陀螺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图呢是18年这个陀螺会议上 法国赛峰共识他们总结的一个结果 这应该就是一个 类似于我们这样一个 叫什么图来的 就是我们这个技术上有一个 这样一个技术图的状态 那么这个是他这个呢 总结了陀螺的这个状态 和这个加表的状态 那我们关心的呢 实际关心光际陀螺和极光陀螺 那么光际陀螺呢 他总结了是 已经 基本上处于这个 技术啊 从技术上已经处于风景的位置 那表示呢 还有一些技术没有解决 我们后面会提到 那么极光陀螺呢 一开始 就像那个成熟 已经成熟的很成熟 那市场情况也有些问题要解决 那是已经往下走了 那么极光陀螺 就已经更加的 更加的这样一个这个往下走了 现在事实上光际陀螺 还有一个竞争者 就是法国这一家 他提这个事 他实际上突出这个 HRG 就是半球鞋队陀螺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半球鞋队陀螺现在也是一个 很有力的这个竞争者 高中第一 他也是高中第一 全能够全能够搞定 这个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自己一下 有查一些半球鞋队 这个图 他算是个机械的图 他也算是个机械的图 所以表示呢 在这个场景表 表示我们这个光陀陀螺 目前来说还是有事情要做的 而且蔚蓝呢 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发展的领域 前面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讲的就是讲这个 塞加特克和两关陀螺的基本的情况 我们就讲了一个地方 讲一个 今天讲一个全报 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个 就介绍这个光纤陀螺技术的 技术的状况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关键点 然后顺便呢 我们介绍几个典型的这个产品 那么光纤陀螺呢 事实上 从大的角度来说 它也就是一个测量仪表 也是一个仪表 我们真正的叫法 叫光纤陀螺仪 或者叫陀螺仪表 加特克呢 我们叫加特克 也正式名称呢 我们叫加速度加表 加特克表 大家这个关键点 就是这样子的 通过车辆这个赛线来看 干脆里的位向超二百车辆载体的角度 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一点 那么只要是仪表 我这里给了一个表达式 这是我给的一个表达式 只要是仪表 那么都可以用这个表达式来 我个人觉得 都可以用这样一个表达式来描述 描述什么意思 第一个 标度因素 比如这是我这个仪表 测染的量 那么它前面有个标度因素 标度系数 那么它会有一个偏执 所有的仪表 我就个人觉得 都会有这样一个偏执 然后它也会有照射 特别是电的仪表 机械仪表的话 这个价格没有 但是光电的仪表 都会有这样一个 照射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它的说出 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那么如果是一个好的仪表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这个什么 标的因素要是线线的 而且是稳定的 然后这个你为偏执呢 你可以有 那我可以笑对不对 你为偏执可以有 但是要稳定 就是不要飘移 就Draft 不要飘移 照射呢 照射呢 我们是越小越好 照射我们叫越小越好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 对一个仪表的这个基本的要求 那么对光阴陀螺我们也是这样要求 对光阴陀螺我们也这样要求 那么好了 光阴陀螺这样要求 那么光阴陀螺到底它这个信号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 这是我总结的 体验出来 就是自己我写的一些光阴陀螺信号的特点 就是理想情况下 就是我们希望的 这个提法大家现在比较时髦 我们希望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输出的光 这个功率啊 就是一个双光速干涉 而且这个双光速的就是赛根耐克 一个护翼的这个光色的干涉 这个位向呢 产生这个干涉的位向 就是赛根耐克效应引起了这个什么 引起的位向 这是我们理想的团阔 就其他的 非护翼的干涉位向 这是赛恩娜的 不要有 然后呢 其他的干涉项 在这个环络里面 你不要有其他的干涉项 我们把它叫做寄生的干涉项 你都不要有 这样的话 我我产生一个好的这样一个 火锣的干涉影 那么这是我们的理想的情况 我们吸引 这是我们追求的 光路设计和这个结构设计 器件设计 我们追求的这个状态 那么实际的输出呢 不是这个样子啊 实际输出除了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位向的 这个里面来说 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赛根耐克效应 就还会有一些什么样 非护翼的这样一些 直接的非护翼的位向 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一些类型 然后呢 还会有很多寄生的干涉 就是非赛根耐克干涉 一些寄生的干涉 这个我提前说一下 这个我们赛根耐克 这个这样一个干涉 赛根耐克干涉仪 它相对其他的麦克林干涉仪 这个马氏干涉仪和这个 LP干涉仪都不一样 它这个 赛根耐克效应 或者赛根耐克干涉仪 有很好的呼吁性 只要你这个干涉仪搭起来了 那么它的微氧差距 基本就是个很小很小 基本在一个零级的干涉 是非常好的一个干涉仪 就是从干涉的角度 非常轻易能够实现干涉的 这个干涉的光源 你光光源的光谱很宽 只要搭起来 我就能干涉出条纹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些寄生干涉呢 寄生干涉我们后面会看到 要不就是类似于这个麦克林 干涉仪的这个干涉 要是类似于马氏干涉仪的干涉 所以它的存在是有条件的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后面会采用矿谱光源 采用这样一些技术 来抑制这个干涉 能够产生这个效果的原因 所以这个光源叫寄生干涉 我们是可以把它削掉 用它们两个 这个塞干涉干涉的 其他的干涉的光源干涉 它有这个明显的区别 那么这是我们这实际的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有这样一些 由于有了这一项 这样子 那么这个表示 实际上就不是理想的 我们做这个非理想的 这样一个输出表 我们看得起呢 点测电路 它没有那么智能 它就认为是这个样子的 它还是以这个模型来 看到我们这个信号 就你这个信号 所有的变化 所有的这个这样一波动 都反映到这个什么 都会反映到这个变化上来 就它解调输出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卫想 所以我想从这个三个表 是我就给大家一个形象的印象 就是我们的干涉仪 产生未相互差 或者这样一个不理想的原因 就是两大项 一个是你们会不会产生这种直接的背后的相仪 第二个呢 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些既身的干涉 如果我们把这个消掉 把这个消掉 那我们这个干涉仪就是非常美妙的干涉仪 那么对到什么个仪表的要求 我们就有一个目标 我们目标就是 我们陀螺的研制的目标 或者产品研制的目标 就是我们也保证这样一个K 是线性性稳定的 然后呢 B是稳定的 然后这个insult的噪声要足够小 那我们这个目前直接的问题就是 有这个5NR的 不能干涉的原因 5NR的 就非互义的这个相仪 然后呢 这个这个有这个 即使的干涉 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 该看这是一个渔旋的这样一个响应 渔旋的响应的话 那这渔旋的响应在这个 当我这个file2很小 到它file很小的时候 它不敏感的 所以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 要把它变成正弦的响应 或者说 其他类似正弦的响应 然后呢 光源的波长 这个地方光源的波长 也会引起这个标度的变化 然后呢 光源的这样一个相对强度造成 它会导致这个陀螺的相当状 等等等等很多问题 我们的后面会议 一一的给大家解释这些 怎么样 是个什么的原理 产生一个 咱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这一年的发展 经过这一年发展的 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 光源陀螺的一个设计原则 第一个就是采用这个 干片正弗的 互义的光路结构 那么第一个是保证 光路的互义性 消失光路这样一个 非互义的误差 第二个呢 采用波长稳定的宽普光源 那么一组光路的接生干涉 保证标注稳定 那第三个呢 要采用保冰光纤 一个是保证这个 单拼成单膜传生 这个互义条件 然后也抑制 骗证机身干涉 第四个呢 要采用对生老环的技术 那么抑制温度不差 第五点呢 采用调制解调的方案 一个是工作点的偏执 刚刚讲 把鱼选变成一个正选的侠 第二个呢 动过调制解调来 得到一个更好的 信道比和这个精度 那么最后导出来 就是数字闭环的检测技术 第六点就是一个造成的抑制技术 下面呢 我们就针对这六点 来一一解释这个 光约土路的技术 那么第一点呢 我们就是要采用单偏证 呼吁的这样一个光路结构 目的是要抑制这个 直接的这样一个非呼吁 这样一个 未尘差 那么这个结构呢 就是我们在干涉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结构 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光路的结构 这个光能不能过来 那这是顺史证的 这个历史证的光 那么这两束光出来之后 它有两个出口 一个是这个出口 发生干涉出 一个人从这边输出 那么假设一下 这个光从这样一个 风光面透射的 产生的位向变化是FightT 而从这个地方反射的时候 我们产生的位向是FightR 这个在光光里面讲 它反射透射 它都会有位向的变化的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 很简单推荐出来 我们这样一个 从这个输入 这样一个口输出的 这个干涉信号 它的这样一个 这两束光的位向差 它是横等于零的 那么从这样一个口输出来呢 它的位向差是跟我这样一个FightG 跟这个FightR的这个差 是有关系的 如果是个22个 我记得他们这个 RB的发案是1月80 1月80 所以它两个像是互补的 那么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如果要进行 这样一个检测 拿这个环球 这个三个那个 一干涉你来进行这样一个 三个那个相语的检测 我们用哪个端口 很显然我们要用这个端口 刚才我们提了 我们这个输出信号 我们只跟这个三个那个相语有关 其他都不应该有关系 所以它跟这个 这个口输出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不要 我们要用这个口 那么这个口呢 我们叫做互补端口 简单的 寻找的原则就是输入输出 它共有一个光纳 我们叫互补端口 那么就能保住这个里面的 这样一个干涉仪 它的干涉是一个互补的 所以呢 我们就就有了这样一个 光路设计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我们输入输出要共端口 那么还要是什么 单横膜单片镇的这样一个 光在这样一个 你在这个环路里传输 这个单横膜单片镇传输呢 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这个光 我们这里传输 这一束光越纯粹 那么它要保存这个 互补性的这样一个 效果是不是就越好 这个也是公光里面描述的 这样一个 公光里有一个互补的 这样一个 我记得公光里讲 这个光路里有一个互补的 这样一个原则 就是你这个光越 越纯 那么呢 你越容易保存这样一个互补性 所以呢 就我们有了两种结果 两个两个点 因为这个结果就是我们 实际上给了开放的光约图 闭缓光约图 但这个结果也可以用于这样 闭缓光约图 那怎么保存这个 这个互补性呢 你看这光的这个输入的 也能输出的到摊的气 所以它是共端口的 没有毛病 然后那这个光纤 因为是单薄光纤 然后这有起变气 一般这个环了 我们以保平光纤来做成 所以呢 它也保存了这个单和抹单 偏证的状态 那么这个也是 这个地方只是用了这样一个 多功能集中光约的模块 代替了这样一个环 导致器 和这个体骗器 三个器件 综合在一起了 然后实现这样一个 实现这样一个会议结构 这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 这样一个 第一个措施 就是光约图 保存到会议性 第二个呢 产业波段稳定的宽谱光源 那么就主要是 意识寄生的干 第一个目的 意识寄生干 这个这个 这个表达刚才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们这个产业光约 我们要抑制这样一个地上的干涉 那么怎么意思呢 所以我把这个图 这个图大家都应该都比较清楚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 这个光的这样一个相干系数 它自己的干涉系数 那么这个呢 是它的光程差 如果这个 然后这样也是 我们刚才调用的对比 也是我们干涉调用的对比数系数 也可以这样讲 对比数系数 然后这是光程差 当我这样一个光程差 4LC的时候 就是我们相干长度的时候 那么它对比数可能0.8 很好 很漂亮的干涉 然后当这个对比数系数到0.03的时候 我们是我们就认为它不干涉了 你这里有个DC 我们就是去前端 所以呢 要产生一个很好的干涉 我们要这样一个光程差 要小于这个LLC 如果要让它不干涉 我们就要 我们的光程差 要大于这个LDC 这也是我们这样一个 干涉的一个基本的理论 或者基本的原理 但是在我们这个 我们是要 一直这一项的 所以要一直这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把它这个 我们这个寄生干涉的光程差增加 反正这个不好 使用光程做好就是什么 还有思路就是什么 还有说我把那个LDC变短 对不对 我这个光谱 宽度变矿 还有DC变短 所以我们产生 那么怎么变短了 要有宽部光源 那么在我们这个 PORRU都有哪些干涉呢 第一个干涉 进行干涉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光过来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 假如这个地方是调子器的 就是调子器的这个端面的 或者我或者算 或者有点端面的 它会有反射 那么就形成一个什么干涉仪 实际上会形成一个麦克人干涉仪 它会产生一个干涉 那么这个呢 也是 这是在终点的位置的时候 它也会是一个麦克人干涉仪的情况 就终点这个地方 光源环的终点 它也会产生那个麦克人干涉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偏证 就偏证过来之后 它会有一个主偏证的光传说 他们都有一个什么 在这个假设里有偶和点 它以为偶和这样一个慢轴传说 传说另外一个偶和点 它又会回去 会偶和回去 那这两个光伤呢 它有可能发生干涉 那么这个呢 就形成一个典型的 一个马式干涉的情况 马式干涉的情况 也是个基层干涉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三个典型的 在环来里可以存在的三个典型的干涉性光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 产生矿谱光 把这个data 把这个LDC搞得很短 那么这样 只要这个光层差 大于了这样一个LDC 我们都产生基层干 所以这个项目就没有了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产生 矿谱光样 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我们后面也要产生 这个保平光纤的这样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这个干涉的这样一个线用 我们叫 也可以把它叫pnr的这样 或者偏证非护益都不差 我们叫偏证非护益都不差 在这个光线缓楼里面 偏证非护益都不不差 所以这是我们产生 矿谱光源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矿谱光源 它波长 它会的标准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角度度 跟我们这样一个探测的位相 这样一个关系式 就是位相跟我们角度度 关系这个比例系数 那么这个波长 这是平均波长 这些平均波长 直接都在这个比例系数里面 因为它是宽谱光源 所以这个比例系 所以这个平均波长很难控制 很难控制到很高的这样一个精度 所以说会产生这样一个 标准因素的影响 而且在我们光阴陀螺呢 产生标准因素 这个问题的主要是这个什么 主要是平均波长的变化 当然有些光阴黄 股价的变化 长度的变化 什么反国产生变化 都会影响 主要是它 这也是我们这个地方 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现在呢 我们现在用的光源有两大类 一个是超伏扎二级管 这也是一个半道理的光源 然后一般会用到中间进入 为什么呢 它的功率 现在功率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十个毫瓦量 所以可以做的比较大 走宽呢 也很宽 甚至可以到一百多个纳米 然后平均波长稳定性会比较差 它会是个十二十二十二十万的平均 每次都做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它会影响到这样一个 波长的变化 然后呢 现在还有一个光源呢 就是我们这个插染的光线 插染的这个光线 超伏光的光线光源 它的功率呢 可以到几十个毫瓦 一般是十到二十个毫瓦这个量级 然后土光呢 也可以从 十几个纳米到几十个纳米这个范围 它有个好处 它是平均波长的稳定性的 天生也很好 天生比这个好 因为它是这样一个 耳雷子的能级 这些线产生的 所以它可以到十的 负一十方到十的 十的负一十方到一十方的 这样一个比例秀的比较好 那么这个光源呢 主要用到这个高精度的 这样一个陀螺里面 这是一个原则上的这样一个画方案 但并不是说这个SLD 不能用到这样高精度的陀螺 也有用的 比如这个俄罗斯人 他们的OpLink 他们就用这个SLD 用到这样一个高精度的陀螺 效果也不错 所以那为什么要宽普 而且要稳定 对光源是这样的要求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研制的 这是我们研制 也是我研制的这样一个系列化的 这个高性的宽普光源的产品 这个产品当初呢 我们是不光是为这个高精度陀螺研究 还是要为这个空间应用的陀螺研究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 这样一看伏着 现在可以到50KL的 输出功能应该可以10毫瓦到20毫瓦 可以这个电制 滚定性和U1M1 那波长滚定是0.2PVM 那工作温度也比较快 富士务生气球 这是这个标准的产品 这是一个模块上的 就是我们这个高精度陀螺 我们自己研制 高精度陀螺的模块 接着我们这个 目前呢 现在这个光线光源的产品呢 现在好像在市场上也有很多 距离水平呢 我也不错了 那么第三个措施 就是采用保平光纤 保平光纤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一直 刚刚讲过的保重后一条 一直偏任我 同时呢 实际上也是为了一直 这个偏任基层杆 偏任我的目的就是这么 你偶秀的小的 偏任基层杆 它也会很强 保平光纤 大家应该表现 我简单说 它就是在这个光纤里面 引入一个确定的创作 扔为引入创作的设 不叫偏任 那保能 现在这种光线 就能保证 这样一个光的 本尊的偏任模式 在里面独立传设 不变化 当然就是 我如果在这个轴里传出 震动方言的这个轴里传出的光 它不会我的这个轴里 这个轴里传出 不会 我和了这个轴里 当然理想情况 这样也会有一些 实际来也会和和和 就跟我们之前讲的那样 有和和的 那么前面三个呢 是这个硬力型的 后面三个呢 是这样一个 形状型的 然后这个是以实心的 光的晶体 这是空心的光的晶体 目前呢 国内呢 这一光的晶体光纤的 这样一期 一光的晶体光纤的 这样一个陀螺环的研究呢 现在这样一个 陀螺环光纤的研究呢 现在还是比较热门的 现在这个 好多项目支持 这样一个东西 国外呢 是在这个2005年前后的时候 或者就是2010之前 研究的比较多 到下面 到后面呢 这个研究的比较少 产业保密光纤 这个图 我就重复了一下 产业保密光纤 是有什么好处 就是他们这个偶合 就我们可以认为 就没了 或者是很小了 他们只有这个 建议就能够 一直这个什么 一直偏制 这个非互与不差 所以保密光纤 最大的好处 就是能够保住 我的光纤环 或者我这个光的 光纤环的传授 是能够保住 光纤的 在暗门 这个骗争状态 或者保证 那是忽異性 但是保密光纤 有个问题 有时候的成本比较高 那么第四个技术 我们要采用 这个对上扰环的技术 那么谈到对上扰环 技术 我们就首先要讲 这个温度 梯度引起的这个 我们就所谓的 著名的Super效应 那么Super效应 它直接的这样一个 影响就是什么 它和我这个光纤环 带来一个什么 带来这个非互与的象影 直接的 这是直接的非互与影 不是通过这个干涉 它是直接带来 这个非互与影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这是这个 把这个光纤环 展开之后的一个结果 展开这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在里面取一个 这就是当时在的那个 像描写这个 它取一个小段 当我对于这个小段 有扰动的时候 那么这一小段 这一小段 它整个产生的位相累积 产生的位相累积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么大 那么有扰动之后 它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这么大的位相 就是DT 这是DT 就是温度扰动 有DT变化之后 它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 什么位相的变化 这是作为一个 飞对圣的这样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说飞对圣 就是一点的扰动的时候 它是这样一个基本的 这样一个模型 基本的模型 那为了研究 为了研究这样一个扰动 在我的光阴环里的效果呢 当然这个扰动啊 在光阴环里 事实上最后也是产生这么大一个什么 就这一点会产生这么大一个 产生变化 如果呢 我沿着这个光阴整个上面都有扰动 然后把它作为扰动 积分起来 加起来 那么就是我们整个的干涉的什么 干涉的 由于这个温度 温度长 那么就温度长引起的这样一个 受费效应引起的这样一个 微氧差量 这个微氧差量就很多了 它是要沿着这个什么 沿着光阴环来积分 那为了更一步的揭持这个现象 或者是找方法呢 就又有一个模型 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扰动啊 在这一点 然后在它相对于光阴环 终点的另外一个对称点 有两个扰动的时候 会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这个时候的这样一个 在这里相遇的时候的这样一个微氧差 就是用这个表达式描述 那么现在就是 这是一个系数 这也是位置 就是扰动点相对于我们这个终点的位置 或者相对于我们这个70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系数 那αT αT是温度引起的这样一个系数 温度系数是这样的 由这个 有数率引起的和这个膨胀 和这个光阴膨胀 引起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微氧的变化的这样一个系数 这个阴子啊 这个微氧性量系数 然后呢 这是两点的这样一个温度变化数率 或者我们温度梯度 然后这是一个小段 就这两个小 第一这个小段引起的这个 这样一个温度变化 然后两个相减 因为这个扰动和这个扰动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顺时针 它是先得到扰动 然后历史针后扰动 这个地方是到这里 它是先扰动 历史针差新扰动 然后呢 顺利时针后扰动 然后两个的这个顺利时针 它两个正好微氧相反 所以最后的总的位相差 是这样表达式表述 那么讨论这个表达式就会给我们很多这样一个 很多这个提示啊 第一个提示就是 假如说我们这两点的这样一个 温度梯度相等了 就T点Z跟TL减Z相等了 那么这个Fi就没了 就等于零了 是不是等于零了 就等于零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到这个αT 就它有 那αT 很小了 变小了 那么也能够抑制这个 也使这个什么 它的Fi一批一件小 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还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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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理解就是 L减2Z表示什么 表示我当我这样一个扰动 越接近这样一个终点的时候 那么这个扰动 这个它的Fi啊 它的影响越小 因为这个Z等于 当它等于二分之Z的时候 那么Z相等也是为零 所以呢 因为这个地方这个表书是描述就是 扰动的这样一个大小 是从这里往这里是逐渐减小的 同样条件还是减小的 然后如果这两个扰动 一样了 我可以销出这样一个 温度的误差 然后我减少这个系数 我们也能够什么 减少这项误差 那么由于这个模型的监视 所以就给我们这样一个 第一次这样一个误差 提供了很多的这样一个 思路 那么主要的事实中有两个,一个是增加αT,把这个系数减小,所以我们最后呢,我们目前呢,刚刚讲为什么我们拥有光子精灵光线,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可以减小它,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光子精灵光线对辐射不一样,当初我在,我也在05年开始做这个光子精灵光线头了,在国内首先做这个光子精灵光线头了,也是基于这点,当初主要是针对这个空间应用,取的是什么,主要取的是它是抗辐射的能力,或者采用矽进光线, 也可以减小这个αT,那么第二个,经典的就是我们要采用这个对称的扰环技术,那么使这个,在空间上,使这两个点位置在空间上的同一个位置,相当于我这个,我现在无法改变这个外场,外面温度场的变化,这是我没法控制的,但是我能够控制这两个点对称的点在空间上的位置,如果能够控制这两个点,保证这两个点在空间的位置在一个位置,那么这个温度场在一个位置的温度场肯定是一样的, 所以也能够怎么样,保证这两个点是,这两个,T1点跟T2点,还有这两个点的这个什么,是一致的,或者相同的,那消除什么,消除这样一个误差,那么这就是导致我们这个,或者我们这样一个做这样一个对称扰制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或者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对方对称扰环呢,很简单啊,这个把这一点理解清楚就很简单了,那么对称扰什么概念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把这个要扰的光级分成两段, 一段光级,比如一千米的话,分两个五百米,把它先把它叫做,分千,把它分两个,一个五百米,一个五百米,然后在这个从这里开始绕起,光级的终点开始绕起,我这里画了一个图啊,我把这个上面这段标成红的,把下面这段标成一个蓝的,然后呢,如果说我是这样一个,先扰一层,这样一个下段的光级,先扰一层,然后我再扰一层上段的光级,然后再扰一层下段的光级的话,那我们这个叫什么,就是二级对称,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周期是,我们两个, 乘以一层,做我们叫二级对称的光级,那么这个温暖温暖场从上面过来之后,先作用的这一段,比较是这个地方,先作用的这一段,我们看这个吧,这个,这是这段光级,那么先作用的这一段,然后呢,再作用的这一段,但那两段呢,空间上是一样的,所以它作用的这个效果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先作用的这一段,后作用的这一段,他们还是会,他们有一个小的纪录,所以也有无差,所以这种 方案呢,不是很好,所以最后改进的方案就是,我们四级对称,先扰一层这个,再扰两层这个,然后再扰一层这个,他们在一个周期里面,我们有四层光线,有四层光线,然后这个呢,怎么理解呢,就先作用的这一段,就是上面的先作用,这个先作用的这里,然后温暖再作用的这里,好,这里有个梯度,因为他们有温暖的梯度, 有一个梯度,然后我,但是我这个下一层呢,是先作用的这个,然后再用作用的这个,这一段上面,所以这个梯度呢,又给它补传过来了,所以我们是讲的,著名的四级对称光,如果这样一个温暖的梯度是个线阴的话,那么这个误差就为零了,怎么完全消除这样一个什么,消除这样一个温暖的梯度,但事实上,这样一个温暖的,这样一个变化不是线性的,它是个非线性的这样的学校,所以还是那么一点点的,是那么一点点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温暖的影响,所以后来大家又有了八级对称, 十六级对称,但是外面不离起,基本的试路都是这个样子,保证我,下面这一段,跟上面这一段,然后感受到的温度是对称的,或者温度是对称的,或者是平均上对称,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对称脑环技术的一个基本的试路, 那么第五个技术呢,我们就要用这个调制解调的技术,调制解调的技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刚刚讲,我们把鱼弦变成一个正弦, 然后呢,再通过解调来提高这个简单的进度,这是我们这个基本的试路,那么这个调制解调的这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我们这个, 这个调制解调,收到我们参加的光阴,干涉一调制解调,我们把它叫做互互亿亿亿的这样一个危险调制技术, 那什么意思呢,就这双过来,在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光性环路,在干涉一端,割一个危险调制器, 当我这个顺时光过来之后,它在T1时刻被调制,然后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历史人光呢,它在T2时刻来调制,那么T1,T2的两个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多大呢, 那TG,TG是我这个光传,在这个光环里传出一圈所花的时间,的TG,它会有这个时间差, 当我这个调制信号是一个十遍的信号,比如我振云波的话,那么这个TG在T10时刻还有一个值, 在T10时刻还有一个值,那么这两个值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它会产生一个什么, 在我整个的输出呢,就会产生一个危险大,尽管我塞开那个相应就是固定的, 但它会产生一个动态的相外差,所以最后我们会产生一个什么, 用这个FIRMT这样一个位相调制波形来说的话,会两个相减,产生一个, 生成一个位相差,简单来说,就利用这个光阴环的这样一个延迟, TG的延迟来产生这样一个换来,换来的这样一个最后的赛量的肝生引的位相差, 这样一个基因,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做的调制,调制的技术,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叫特征频率,特征频率就两倍的TG分之一, 这我们叫特征频率,就是光阴环这一圈的, 这在周期啊,我们这个特征频率周期当中, 这个周期是我这样一个,整个, 是我这样一个环路的这样一个度月, 我们把它叫度月时间的两倍的时候, 我们就叫特征频率,上特征频率表来的意思就是, 我这样一个,还有一个表来就是我们这样一个顺身传输官, 和另一身传输官的,它的调制波形怎么样互补的时候, 这个周期的频率,我们叫特征频率, 那么基于这个原理呢, 假如我现在是一个正元调制的话, 那么得到这样一个, 超值波形就这个样子, 就得到这样一个超值波形, 就是这样一个输出波形, 我们原来只有Data Phi2说我们这个要检测, 那么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外的调制波形, 那么通过解调之后, 我们就会得到输出是什么, 这个输出就是这个样子, 它跟这个善与Data Phi2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解调了这个波形的一次谐波的幅度信息, 我们后面会会提一下这个事情, 得到这个善与的信号, 那么有个方波调制, 方波率有个特点, 方波的频率必须有特征频率, 那么在这样一个0到头的时候, 说我们是二分之派, 或者是富安门塔, 这个没有关系, 或是富安门塔, 这个时候调制的我们最后解调出来是, 这个善与Data Phi2, 所以最后我们的输出都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正旋的这样一个调制, 正旋的这个信号, 跟正旋相关的这个信号, 这个呢,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这个开环陀螺的一个结果, 开环陀螺的一个调制结果, 那么最后我们效果是什么呢, 效果就是我们这个正旋的响应, 就通过这个调制, 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正旋的响应, 也就是我们这个开环的输出的这样一个信号, 然后呢, 基于这个基地, 我们就有了开环陀螺的一个这样一个方案, 就用铁信号发生器, 给它接受相关解调, 技术相关解调, 就是给它做调制, 然后最后检测这样一个信号, 这个检测这个信号, 检测这个信号, 检测这个条子信号, 提及它一直以用PSD, 或者相关解决提及是一直斜播, 我们就得到一个什么, 开环陀螺这样一个输出, 所以是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善与Data Phi2是一个正别的关系, 为什么, 那么这个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实际上这个信号, 我们把它被拆开, 偶尺斜播上面是载的是Cosia这样的Fi, 第四斜播上面载的是上一代的Fi, 那我们取第一次斜播, 那么它的幅度信息里面就有这个上一代的Fi, 取出来就是我们这个开环的输出的信号,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正准的响应, 那下面一个是我们闭环陀螺的这样一个结构, 闭环陀螺结构, 闭环陀螺失容上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开环之中开环来想一想, 在开环陀螺基础上, 我们加了一个反馈的环节, 加了一个反馈环节, 用台阶波产生一个反馈一下, 比如我开完这个刚刚, 比如我Data Phi2来的时候, 我这个输出这么大, 但我给它产生一个相等的, 跟这个Data Phi2相等的反馈位向, 把它拉到0位, 然后通过呢, 我们检测这样一个整个环度里, 这样一个总的这样一个位向差, 来判断是不是拉到0位了, 这个控制里面是很简单的, 是不是拉到0位了, 判断是不是到0位了, 如果到0位了, 一时功能里面,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有这个Data Phi2, 就等于这个Data Phi2B, 因为Data Phi2B是我们给的, 所以我们只要我们就这样闭合了, 然后呢, 判断闭合了, 然后我们这个Phi2B, 我知道了, 我给你吃的, 所以我输出这个Phi2并值, 我们就知道一个什么, 就知道我们这个Data Phi2B, 那么现在的,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我们这样一个方波调制的, 那么进行数字解调的, 这个开完的结果, 然后这个反馈怎么产生呢, 反馈, 我直接把这个结果拿, 就用这个台阶波, 来做调制波, 台阶波做一个调制波, 那么台阶波这个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台阶波的宽度是套近, 就是我们度约时间, 所以这个两个正向的这个调制, 我们这个立项的调制, 他们的位称差是这个样子的, 在环领产生的位称差是这样, 当我们这个Phi2B等于2P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结果就是, 反过一下, 它就等于5P, 然后呢, 它也等于这个什么, 闭合之后, 它也就等于我们这个什么, 三个代个相应, 所以最后我们只要, 知道我们这个台阶波的, 台阶的高度之后, 就通过台阶波是要调打, 调这个台阶波的, 保证这样一个, 保证这样一个, 总的位称和为零的时候, 那我们只要输入台阶高的这个直觉权, 那么这个台阶波的高度呢, 我们就跟全数字的方法描述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的方法来, 来把这个台阶高度去,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运出数字输出, 这是我们闭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理, 或者基本的事务, 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闭合关系统论, 简测就非常简单了, 一个AD, 一个DA, 一个LOPG的模块, 就OK了, 这样现在我们就是闭合简测电路, 那么闭合简测电路, 当然就有数字解调, 然后升等台阶波的这样一个高度, 升等台阶波高, 用定义这个数字解调反馈, 升等台阶波的高度, 然后呢, 然后在升等台阶波就输出, 这个呢有个方波输出, 这个方波就产生开放的, 开放输出, 然后这里反馈, 然后加起来, 我们就DA输出的调度去涨, 就我通过这个, 判断是不是为零, 这个呢输出, 输出解调是不是为零,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结果, 那么输出呢, 就是我们这个台阶波的高度, 所有的地方都是数字, 比如说AD这个的采集, 输出是DA的采集, 输出, 里面的超多数字, 所以我们都知道全数字的这个定习技术, 那么它具有高精度, 高线性, 而且动作发表很快的这个效果, 也就是我们现在主流的光阴陀螺的方案, 那么最后一个技术啊, 就是造成的意识技术, 那造成意识技术, 我们在这个中低精度里, 我们一般不可能, 我们这个地方所谓的高精度的时候, 要考虑, 那么在光阴陀螺里呢, 这个造成项主要有三项, 一个是闪地造成, 那么它呢, 是跟这个光功率, 碳上的光功率成一个反比的关系, 第二个呢, 是相对强弱造成, 这个主要是由光阳引起, 它跟这个带宽, 光阳的带宽成一个反比的关系, 然后再就是热造成, 它也跟这个什么, 也跟这个光功率成一个反比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直这个造成的, 这个第一个措施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碳上它的光功率增加, 那么这两项无差我们可以简单的很小, 但这项无差呢, 它跟这跟带宽有关系, 所以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光源的带宽, 所以这也是我们用宽普光源的这样一个理由之一, 或者原因之一, 但是还不够, 还是不够的, 所以后面还有一个技术就是我们采用, 这个差分取造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取造, 这个有两种, 两种原理啊, 两种方法, 一种是你这个电的取造方法, 就是把我们这个投入信号, 看得出来, 然后呢, 我们直接, 再用一个回路, 然后探查到这个什么, 探查到我们光源直接输出来的这个信号, 把它做一个参考, 因为它这两个信号已经包含着光源的带宽造势, 然后两个相减, 然后一直这样一个相对强能造人, 而一个方法就是全光的这样一个意识方法, 过来之后, 然后这个光, 再给它反挥一部分, 再回来, 光光相减, 然后呢, 进行这个, 就得到探索器里, 你现在把这个光的照片就一直做, 但是这个方法呢, 对于这个光路调试, 要求很高, 那么这个做完之后还不够, 实际上还不够, 还要说我们要优化这个参数, 优化参数是优化什么, 主要是我们调制深度, 我们调制深度, 这个调制深度, 就是这个曲线, 就得到的曲线, 整个的这样各种各样的照声, 就加起来, 比如这是闪力照声,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RIN照声呢,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热照声呢,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通过, 然后加起来它会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最后, 调这样一个, 调制深数, 比如调到十六分之派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最小的效果, 所以这是两个, 意思这样一个照声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示录, 这也是我们高中的光源丑螺, 用到这样一个意志照声的这样一个示录, 然后产品呢, 我简单跟他过一下, 两个产品是Ledon公司的这个, 也就目前是罗兹洛伦公司的产品, 叫Ledon200, 这个为什么提这个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一度每小时这样的, 基本算是一个中低精度的一个头论, 但它非常经典, 它在92年的时候提出来, 到00的时候已经非常用的, 用的非常广泛了, 这个系列的头论它在权威下, 保证精度是从500米变到200米, 它的光线只有200米, 所以它叫Ledon200系列, 然后那个应用也非常多, 这是它的主要性能, 大家可以下去看一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应用, 大家可以看这些图啊, 大家可以自己看, 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这样系统, 这个无人机这一块, 可以说美国的无人机, 大部分都是装备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系统, 那第二个呢, 是Honeyware高精度的头论, 这谈高精度的头论, Honeyware它也有很多头论, 高精度的第一个头论, 第一个产品是它这个针对前景开发的, 叫做ADM2IFG, 但这个是在90年代和00年代附近的时候, 这个期间产品这个做出来了, 然后就有钱了, 这具体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没有看到这个报道, 然后这个呢, 最近他们发表的这样一个, 报道的这个头叫做, 基准机会参考级的大头论, 它可以保证在这个30年测试的结果里面, 这样一个飘移是30个微乎多个小时, 一个月, 随机有种也是15个微度, 度每更好小时的这样一个, 可以到了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进度, 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法国的X-Rude的这样一个陀螺技术, 他们这个高精度的两个系列, 一个是空间应用的系列, 一个是海洋应用的系列, 对它给出一个典型的, 结果30天的这个设计区间, 它设计的不是陀螺的指标, 它测的是这样一个导航的指标, 这个海里, 就是30天之后, 它飘于差不多一海里以内, 然后推倒的陀螺的精度呢, 到了10%每小时, 然后这个标度无差几个PPM, 这是他们做的这个高精度的陀螺, 所以现在呢, 这个陀螺的性能呢, 基本上赶上这个最高精度了, 包括机械陀螺和这个激光陀螺的性能, 这几个典型的产品, 那么好吧, 第一个部分呢, 这个内容我就讲了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用点超时啊, 好的好的, 谢谢杨老师, 您辛苦了辛苦了, 下面我们给大家汇报, 或者给大家交流一下, 我们最近啊, 我们最近做了一些跟光阴陀螺的概念, 和这样一个有关的这些事情, 第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光阴陀螺的FoG的技术, 开放了这些原子自权进度检测, 这个方面的这个这个这样一个方案, 可以是检测的方案, 首先我简单给大家介绍, 这个原子自权进度的这样一些, 基本的概念, 这个呢就是一个, 比如这个圆的, 圆炮里面就是一个原子的气势, 那么通过Bump, 大家学物理应该很清楚, 学物理的有这个概念, 当我加一个光Bump, 或者磁莱调控的时候, 我们能够保存这些原子自权方向都一致, 自权的方向都一致, 那么这个也叫原子的这个极化, 自权的极化, 那么一致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自己会产生一个这样一个极化的磁场, 自己会产生一个磁场, 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原子自权的这个原子, 然后当这个, 当这个一致性非常好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谓这个SERF-Ti, 到了SERF-Ti之后, 就是无自权交换持续的这样一个原子自权胎, 它的灵力度会更高, 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当外界有这个旋转, 就是这个框架有旋转, 或者外界有这个磁场作用的时候, 它这样一个自权胎怎么样, 它这个极化就会发生变化, 看这是原子这一周的这样一个极化, 它发生变化之后, 它会在X周方向, 这个磁场产生, 它会在X周方向产生一个投影, 那么这个投影呢, 是跟我这个磁场, 外界磁场的这个或者角色度, 成比例关系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方向, 在X周方向加打入一个碳测光, 反正一个碳测, 我们这里讲的是用这个偏测光, 偏测光打进去, 线偏测光打进去, 然后呢, 由这个磁场, 由磁场, 大家不说会产生一个什么, 偏转角, 那么这个偏转角呢, 跟谁有关系呢, 还是跟那个磁场大小事有关, 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什么, 磁光效应, 或者是磁磁玄光效应, 或者叫法载的效应, 这是我们点击的法载的效应, 或者叫磁磁玄光效应, 在这里面,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这样一个极化来的原子气势, 事实上它就是可以等效成一种法载的材料, 就不是说非我们的玻璃晶体, 或者其他一些材料, 这就是一个法载的材料, 那么这个材料表达是, 那么这个KV呢, 是我整个腔的这样一个, 呃, 等效的长数, 那么PE呢, 是我这个磁场给的磁场, 那么它是我这个作用的这样一个作用的长度, 这是它这个检测的基本管理, 所以这个好像很复杂, 大家以为不是好像这个事情是很复杂, 算是一个从宏观上讲, 从物理概念讲, 这原子的自权态的检测, 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在物理里面是一个, 又是一个法载的旋转, 加上一个天光检测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技术, 那么这个KV呢, 稍微有点点不一样, 跟我们不一样, 它说它是, 它跟一种不同情统, 它就不一样了, 这是波长,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KV的这个质, 它, 在这个, 因为这个我们减净准, 这里面都减净准的材料, 减准它会有两个吸收风, 它在这两个吸收风里面, 它会有这样一个, 它的对应在吸收风附近, 它有这个KV呢, 也有两个最大值, 都有两个最大值, 所以我们的检测是, 调这个疾管器的波长, 让它这个波长在这样一个, 我们这个KV, 就是我们这个, 反而的系数的这个风质附近, 来检测, 那躲开这个什么, 很幸运啊, 我们这个, 这个风质跟我们这个吸收, 吸收的这个风质是,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差异的, 不是很大, 但是有差异的, 然后实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偏短架角的检测, 这就是我们这个, 现在采用的这个, 这样一个, 自旋进动检测的这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原理或者方法, 然后呢, 检测的这样一个, 这个技术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具有这个马云式定律, 这个呢, 基于这个, 分光能镜的检测方法, 两个, 偏证态检测, 然后得到一个这样的简单结果, 近视于这样一个简单结果, 然后上一二十一谈, 这个技术呢, 在我们这个偏观检测里, 经常用啊, 用的是这个偏证分光能镜, 叫PPS, PPS的这样一个技术, 然后另外一个技术呢, 是用一个调制器来调制它, 通过调制, 然后通过调制解调的技术来检测它, 也可以得到这个什么, 找到我的这样一个输出, 跟我这样一个, 逛选角, 逛选角跟功率的这样一个关系, 但这两个方法呢, 就传统方法都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是它这个小脚的技术, 它就是散扬系统, 所谓測量范围, 动态范围是比较短的, 然后呢, 大部分基于这个分率的软件, 然后还有一点, 它是基于光墙检测的, 抗感染人员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这个搞传感, 搞这个技术, 大家知道基于光墙检测的这样一些系统, 一般的很难保证它是稳定性的, 事实上呢, 这些部分都是基于这个线片光的, 来进行检测的, 探测光的, 事实上线片光, 大家从公光里知道, 线片跟原片光, 事实上它们两个之间是可以互相表述的, 比如这是一个线片光, 这个表达是,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两个, 左旋右旋的原片光来表输这个光, 也是可以的, 表达它的, 那么这个线片光, 当然这个角, 这个角是我的这个光圈角, 但我这样一个, 两个原片光的角呢, 是一个什么, 位向延迟, 位向, 位向下, 最后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 位向跟这个光圈角的关系是这个样子, 是一个两倍的关系, 两倍的关系, 所以我们当时想的, 假如我们能够测量用原片光来判斥这个判册, 就我这个输入不是因为我输入是原片光, 然后通过检测两个原片光的位向叉, 我不觉得同样能够检测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原则之前的状态吗, 这是我们这个思路, 基本的思路, 那么怎么实现呢, 我们实现, 这个基本的经理讲话, 我们实现的, 我们就用这样一个, 实际上用这个反射型的塞产态盖射仪, 这可以用是一个反射型的塞产态盖射仪, 大致情况就是我们一个望远安, 这个欧器, 这个我们前面的原欧欧器一样的, 望远安它的气, 然后起偏气, 这段起偏气, 变成一个线平光, 然后进入45度农机, 什么意思呢, 这是宝平伟先, 跟另外一个宝平伟先运气, 调制器的宝平伟先, 这个是一个泰国上的这样一个调制器, 两边两边都可以调制的, 它是伟先运气中, 所以它会在这个宝平光线里, 这个地方是一个偏证态, 这个地方会一线两个偏证态, 然后互相垂直的偏证模式, 单数在这里被调制, 然后进入宝平光线, 宝平的伟先, 这也是个伟先啊, 宝平的这个延迟光线, 进入这个里面来, 经过四分的波片之后, 它会变成左右选择原面光, 然后听过气势, 就发生这个交换, 就左线变成右旋, 右线变成左旋, 然后反回右变成线明光, 然后传出回来, 再被调制, 然后在这个地方发生干涉, 在这个地方发生干涉, 这两个片子光发生干涉, 然后最后输出来, 我们得的就是一个什么, 得到的相位差, 就这个地方输出的这个波形, 或者这个表达试, 我这里没有写, 是跟我们这个光纤陀螺的, 开放光纤陀螺的这样一个表达试是一样的, 是表达试是一样的, 而且你们的卫相, 就不是得到的反而二, 就是一个反, 就是我们这两个圆面光在这里面产生的, 这个波形延迟产生的, 这样一个圆面光的这样一个波形差, 所以从整个表达试角度来说, 都是一样, 像这个结构呢, 我们也可以弄它这个晒开那个环, 尽管是个反射的, 那为什么这个环呢, 比如说在快轴走完之后, 它要从慢轴回来, 这不就是一个环路吗, 这个地方另外一个是慢轴, 就反回来一个快轴的走, 所以这两个环路是没有也是互异的, 也是互异的, 所以也是一个塞根大约干射引, 所以它的信号的特征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个全数字闭环的技术来进行检测, 这是我们这个结果的输出, 那么这个探测的最低的这样一个, 位相当可以四字上可以到十的负八, 那么到十的负九十万户的理论上,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呢, 我们做到十的负七十万实际行, 我们做到十的负七十万这样一个结构, 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试入和结构, 所以就是一个什么变了形的光阴陀螺结构, 就是光阴干射引塞的干射不能叫吐乱, 因为这个地方不能承软转述,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详细的解释, 我刚才你说我会简单过一下, 两个片子模式过来之后变成两边光, 然后经过反射之后, 反射回来之后, 经过这个气势之后, 它又有一个正式到复西塔的这样一个像仪变化, 然后回来之后, 两个交换, 左旋有右旋交换, 然后最后再变成鲜明光, 通过这个是摸片之后又变成鲜明光, 然后这个地方发生干射, 在这个我会点发生干射, 最后短短范, 我们要检测短短范就是赤倍的这个光阴角, 所以经过这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光阴角的探测, 零点度提高到赤倍, 然后呢, 而且是检测的位相, 检测位相的这样一个方案, 要比检测这个光功率的方案要抗杠的人要强得多, 所以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 所以整个实现方式不一样, 但是用的都是光阴土流的技术, 然后基于这个技术呢, 我们做出来这样一个像机, 这种做这个样机, 把所有的光路和电路都封到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是一个组件, 组件就是包括这个准植, 实际上摸片, 都在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这个这个这个是我们这个做这个持弦剂的这样一个实现装置, 然后这是这个原子的这个气势, 然后有这个持平壁, 平常是五层持平壁, 然后有这样一个线圈, 来保证这个气势里的这样一个职场几乎为零, 几乎为零, 然后用这样一个极光器泵测, 极光器来泵测, 极光器来泵测, 原屏光器一泵测, 然后我淘水光过去返回回来, 然后进行这个检测, 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做出来的这个装置, 这个地方描述的是我们这样一个气势的这样一个结构, 用的是钾融, 钾融的这样一个碱金属气体, 这是我们测试的几个曲线, 一讲0.度英质, 一就是0.度英质是0.079,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造成, 最后做的造成是飞特, 现在国际上做的最好的可能是0. 接近于一个飞特, 我们这个呢也接近于这个量级是一致的, 然后这个我们最后走到这个零片的部分, 零片的部分是70万弧度, 因为我们这个参数, 包括气势没有优化, 所以说这个性能没有达到影响到这样一个项目, 接着呢我们也做了另外一个实验, 就是做这样一个原子陀融的实验, 把这个所谓的光路, 就搁到这个什么, 搁到这个转台上面去, 包括这个气死的这样一个装置, 也做到这样一个转台上面去, 整个结构跟我们刚刚讲的这样一个实验技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我又加了一个什么, 这个泡, 这个泡加了一个奶气, 奶气, 它就是实现要实现什么, 实现核子权, 它实现核子权的, 对于陀融来说呢, 我们是通过检测核子权, 来检测我们这个转速, 那么这个结构也是这样, 把这个结构用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装置, 这是我们这个测试的结果, 测试就在不同的这样一个泵浦功率的情况, 51毫瓦180毫瓦的这个这样的情况, 一个泵浦的这样一个, 这个泵浦功率指着这个, 指着这个泵浦功率, 指着这个有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测试结果发现这个什么, 发现了这个响应啊, 它是一个飞线性的, 它是个飞线性的, 然后呢这个范围啊, 测量范围还很窄于, 他们就到了这样一个, 对于这条级线呢, 我们也就正负6度每秒的这样一个范围, 这个不过这个一个结果呢, 当然事实上这一些论文, 你们早期的论文也突然这个结果, 但是呢, 早期的这样一个研究, 都是一些搞物理的人, 他的这个不敏感, 对这个飞线性的不敏感, 而且呢这是我们找物理的人啊, 最早推导了这样一个响应,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 得到了这个由于旋转引起的这样一个, 这样变化的这样一个, 测量的变化的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测试还是个非线性的关系, 对我们搞工程的呢, 对这个就比较明, 我们希望刚刚讲过土罗来说, 我们希望它是个线性的,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理论的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图的描述就是我们这个自旋,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态度的自旋, 为什么能够进行这个陀螺检测, 就在这个调好的状况下, 我们这是一个加了一个来气氧,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核自旋, 就是我们这个减净素的自旋, 或者叫电子自旋, 它会作用作用作用, 最后使这个核子发生自旋, 作为产生一个核自旋, 这个基底是这个样子, 然后在这个体系里面有核自旋, 有这个电子之旋, 然后对应的这个核的这样一个自旋, 电子的分量和这个电子的这样一个电子分量, 然后在这个没有转动的时候, 它们会形成一个平衡的条件, 那么在这个平衡的条件附近的时候, 这个就有很奇特的现象, 在这个平衡的条件附近的时候, 这个陀螺内部呢, 这个电子啊, 这个陀螺内部的这个这个减金属的电子, 它对外界的磁场就不敏感, 外界的小磁场, 大磁场不行, 小磁场它不敏感, 就你外面小磁场有小的变化, 它不敏感, 它最后只敏感, 实际上只敏感这个, 由核子的转动, 引起了这个磁场变化, 所以在这种体系里面, 它就只敏感转动, 引起了核磁的变化, 那么当这个时候, 假如我们这个引入一个, 引入一个这个角速度, 我们当这个体系, 引入角速度的话, 那么它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就是x的分量, 我们就跟这个什么, 实际上跟这个核齿的这个变化, 成个比例关系, 那么通过检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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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量的输出, 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可以检测出这样什么角速度,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原子陀螺的, 就是这个自旋的原子陀螺, 基本的这样一个条件, 和它这样一个检测的这个原理, 那么基于这个呢, 我们用这个不乐的方程, 然后解除这样, 可以解除这样一个方程, 我们特有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这多了一项, 在分母里面多了这一项, 由于这一项的存在, 所以说, 它就不是个现象的, 不是现象什么的, 这项这个方程大家也很容易看出, 结果这项为零的话, 那么就是跟我们以前的现象方程一样, 或者接近你啊, 很小的时候, 就跟我们现象方程一样, 这项部位你会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就不是一个什么, 就不是线线, 所以这个非线线是由于这一项引起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得到一个进行的推倒, 也进行了这个实验的这个拟合, 但这个地方, 这个曲线看, 这个曲线拟合曲线,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模型来拟合, 发现了这个模型跟这个拟合是一样的, 那我们为什么能够撤入这个非线性呢, 事实上也是得益于我们这样一个检测方案, 因为我们这个检测方案, 例如是光阴土螺的技术, 所以它的线性是非常好的, 它的线性是非常好的, 能够带一个大方, 就是线性, 所以我们这个, 这样这个线性好, 那么这个非线性, 我们就可能就归级为止, 原理性的这个非线性, 那么这个我们做了一些理合和这个优化的工作,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陀螺灵敏度, 和它的摄像曲线的这样一些关系, 最大的值, 这个最大的这样一个, 灵敏度系统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极限的, 就是我们这个陀螺极限的这个, 它特量的这个最大值, 在这个地方跟什么有关系, 跟我这个布姆公立是有关系, 可以在这个陀螺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优化的值,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第一个工作, 相当于我们这个刚刚讲的量子传感技术, 这个原子陀螺, 原子这个磁场的圈岗, 现在目前来说呢, 还在实验室状态, 就是我们这个高进度, 进入社会的实验室状态, 但是要把它绕的实验室以外, 我个人觉得我们进入这个光纤的, 或者进入我们这个陀螺技术的这个方案, 是很有潜力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做这样一个工作, 进一步的这个工作, 那么第二个工作呢, 是我们进入这个山岗那个环的这个, 天正非线翼, 就陀螺里片正非线翼的这样一个基地, 来进行这样一个圈岗, 这个图呢, 如果做这个, 做这样一个温度啊, 双者测传感的话, 这些老师可能都很熟悉啊, 所以说我们利用山岗那个环来做这样一个传感的这样一个基地, 大家要拿这个环可以测温度压力流软弯去的, 就做这个关系, 这事实上如果从对岗一个, 山岗那个偏側的角度来说了, 那我们是利用这个拼认, 就是我们这个偏偏非线翼, 这个环来产生偏偏偏偏, B, 来实现这个什么? 实现这个传, 因为这个达哪, 这个B, 跟温度, 印变啊, 那样压力是有关系的, 以后呢, 跟我温度这样一个流软, 这个, 这个, 这个印变是有关系, 所以实现这个图是有关系的, 然后怎么传呢? 就, 我调到之后, 我找到一个, 我会出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树状谱, 然后这个树状谱得要这样调制谱, 那么这个峰值的, 这个, 这个谷值的波长呢, 就是这个表的, 描述, 跟这个有关系,跟这个有关系,然后从这个描述,但是呢,大部分的使用装作用的是这个什么,就是单膜的偶旗, 单膜的偶旗,显然它是不稳定的,就是这个结构,也是个环境的结构,也是个方便的,偶旗也不明,不敏感, 所以可以做研究可以,但做一个使用的这个,可用的东西,是不行的, 这个问题,理论上没有好一点,但是实用化必须要改进,这是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结构再给它隐身,这个隐身印象呢,还可以变成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这边到,融结两段保密光线,融结两段保密光线,那么我们会也会有到一个方程, 当我们这个保密光线融结这个方程是45度,很准的45度的手, 我们也能采用这样一个什么光谱的调整效果,而且呢,有两个波长,那么的二,那么的一, 它对应的什么,对应的是,可以用这两个,就是第一段的, 是对应的第一段和第二段的这个PNR,微信的PNR这个值,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就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 就是实现两段,就两段的传感,或者两个量的传感, 这是我们这个前面,就是已经预备的这样一个制构, 我们已经有这样,就是这个地方也可以用晒干线影的肺护翼,肺护翼向影, 早期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事实上就是从这个概念来衍生出来的, 但是呢,不是很好用,但是呢,赛哥在干射仪, 我们在其他地方用的啊,我们在这样一个信号处理啊, 包括这样一个极光里面,我们都在极光里面,我们就把这个环,作为一个反射镜的, 所以呢,赛哥干射仪,干射仪,环形干射,它实际上是可以有一个反射,反射镜的特性,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假如说我们这边打断, 弄一个反射镜,再反射回来, 那是不是就跟我这样一个环动的结果是给消的呢? 这个结果啊,这个我做了这个,这个我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考量, 这个确实是等效的,确确实实是等效的, 所以基于这个原理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全保边光纤的, 全保边光纤的这样一个双折色的传感结构, 这个反射是反射性的,全保边光纤的反射结构, 很简单啊,就是用一个PPS, 偏正分光镜,然后它的尾线是偏偏的, 然后跟这样一个一段保边光纤融结, 然后这个保边光纤融是个反射的, 就反射好了,因为光谱以来,特软的光谱, 那么这个PPS结构是整个的光, 这样一个光纤的,这个方向是平行的, 这个是平行的,然后这个是垂直的, 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最后我们也能得到这样一个什么, 得到这样一个,单段的时候得到这样一个谱形, 双单的时候得到这样一个谱形, 然后这个峰值,这个这个估值波长, 很简单描述, 那么这个是它的响性度呢, 就同样这个长度光纤的话, 想象到我增加一倍, 那么这个结构呢, 一个是使用方便, 一个是稳定, 就整个光路, 我可以用保温光纤, 刚才讲过保温光纤对于这个光的拼准在传输, 拼准光的传输是很稳定的, 所以它也稳定, 它也可以比较敏感, 那么就基于这个, 我们做了一个清气传感的, 当然这个也可以做, 刚才讲的前面的这些, 所有人家都可以传感, 我们做了一个清气传感, 我们清气传感的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保温光纤的表面, 度上这个八因膜, 度上八因膜, 这个八因膜呢, 或者八因膜呢, 有个特性就是在这个吸收清气, 吸收清气的时候, 它会产生形变, 它整个会产生形变, 然后释放清气的时候, 比如吸收清气的时候, 它叉拔变大, 然后膨胀, 然后释放清气的时候, 它会产生收收缩, 它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一般我们做清气传感, 光纤的清气传感, 大部分很多都没有这个八因, 这个八来做这个传感, 但是为了这个八成八, 它有这样一个相变的问题, 所以呢, 加上这个银膜, 来保证它又要高的银银多, 我又不产生相变, 把它在这个上面, 度上这个, 八因膜, 然后这个八因膜, 在这个吸收清气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形变, 它形变会有两个效果, 一个是光纤, 轴向变化, 发生应变, 也会产生这个应变的, 在这个镜上的这个应变, 所以这个我们做了一个模型, 不产生变化, 把我们这个模型做出来了, 在这一部分呢, 讲的是这个轴向引起的这个什么, 引起的这个双褶色的变化, 轴向的这样一个, 我们这里主要用的这个光的精力光, 现在这个做这个仿真和颜色, 计算, 轴向的这样一个形变, 那会产生双褶色的变化是这样的, 它量级是这么大, 然后呢, 轴向的应变的话, 它这一项产生量级是这么大, 它有, 它有, 然后这些两项合起来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很明显, 这两项都非常小, 我当初做这个方法呢, 我认为这个轴向的应变会很大, 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是定向的应变会影响的, 所以这两项把它忽略掉, 然后呢, 那这个, 转向光线的长度, 跟我这样一个, 光线的, 跟我这个动膜区域的长度相当的时候, 我们得到一个很简单的模型, 就是, 这是波长, 这是波长的变化,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光线的本身的双褶的时候, 那么这个双褶在变化, 由于这个, 这个氢气, 由于这个扒膜的这个形变, 引起的双褶变化, 到达了这个结果, 所以很简单, 因为这个结果呢, 跟我们这个光线的长度就没关系了, 跟光线的长度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 如果这个双褶足够大的, 我这个光线可以做得足够短, 然后进行这样一个传感, 这是我们这个传感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和思路, 那么要达到这个效果呢, 就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一个是结构怎么设计, 传感的结构怎么设计, 第二个呢, 这个模怎么做得好, 怎么得到这个效果, 那么这个整个结构的设计呢, 我们这样用这个保密光线精灵光线, 做这样一个基本结构, 然后用了一个巴音合机, 是75比25的这样一个优化的这样一个比例, 优化比例, 然后, 自然巴音合金跟我这个光线多少, 它这个强度是不够, 结果附作力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过渡层, 各模做这个做这样一个过渡层, 然后反射时呢, 自然这个巴音合金, 我们做的资料, 巴音合金做反射, 做反射也不错, 反射也可以很高, 所以我们这个反射性也用这个, 因为跟我们这个, 冰冰材的这个模式是一样的, 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难点下面就来了, 第一个, 我们怎么样度这三个模, 巴音合格, 第二个, 我们怎么度的这个均匀, 在这个侧面度的均匀, 第三个我还能保证这个银敏度, 附作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项目, 这是一个项目, 要是我们要做这样一个神奇的东西, 怎么做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 三把的光线旋转的侧面的模装置, 就我们申请了一个专利, 这个思路呢, 在所有动力机里都会有一个动力源, 这个都有我们在所有动力机里, 都要做这样一个, 这个样品价的旋转, 有这样一个动力源, 我们就基于这个动力源, 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机构, 那这个动力源过来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智能盘, 它带着这个智能盘, 这个智能盘呢, 就带着上面, 这个地方也是个智能盘, 智能盘带着上面一个智能盘, 沿着这个小智能盘, 沿着这样一个大智能盘, 这个大智能盘是固定的, 沿着大智能盘,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带着整个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智能盘就会转动, 转动呢, 用这个闪尺, 这是我们的光线的这样一个安装架, 这个闪尺就带入这样一个, 大栏转状, 发生这样一个旋转, 这我们把它叫做公转,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 实现这样一个安装架的公转, 那么公转不行啊, 我光线没有转呢, 所以我们又给它增加了一个智转的意味,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这些地方有一个主轴, 这个主轴呢, 在这一面带动这一系列的智能转, 在这边带动这一系列的智能转, 那么光线革了, 革到这两个, 架到这两个智能上, 因为这两个智能转速是一样同步的, 因为我们这个智能智能比较同步的, 所以我们这个光线架是, 它防止旋转, 而且那个支撑的非常好, 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光线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中点度模, 当然我们也可以只转一部分,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实际的工作和制造, 然后实现这个光线侧面膜的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这样一个度, 然后我们用了三个板, 在那里面做了三个板, 一个直流板, 两个射频板, 直流板和射频板, 直流板呢, 我们一般是对于这个金属材料, 导电很好的材料, 射频板呢, 是对非金属材料, 所以我们这个这个装置, 不光可以做金属瓦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度质, 金属磨的度质, 还可以做这样非金属磨的度质, 做完之后, 我们这个度质长度, 这个长度我们提到130毫米, 这样的体质能做得非常好, 那么这个当然我都忘了说, 这是什么齿空建设, 齿空建设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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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所以我们可以录出非常好的质量这样一个模,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做了模, 这是我们实际三方检测的结果, 这个比例, 就是我们能得到的比例, 平常可以小于百分之五, 然后呢, 附作力用这样一个化格实险法, 或者百格法来做这个附作力, 我们可以到零几, 就附作力非常好, 但这个三个事实的表述,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过度成多的厚度, 随着厚度的增加, 它的附作力最好, 这个地方差不多20个纳米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很好的附作力, 这样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在通过这个翻转法, 传统用的翻转法来做这个模的, 它的这样一个均匀性, 这是我们做的这样一个模, 放过多的基本上就是没有参业, 这是我们做的这样一个模的, 这样一个可靠性寿命, 可以说寿命, 我们拿0%就是氮气, 纯氮气和这个10%的氢气, 然后反复的反复的这样一个, 我这个模上的时候做一个600多次的时候, 基本上模没有变化, 模的质量都没有变化, 所以最后呢, 我们做出的CX性传感器, 做这个非常高纸的CX性传感器,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对其他参数, 没有严苛的要求,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对其他参数, 它只要保证的可靠, 这是最重要的, 但现在有个问题, 刚才讲过的, 我们这样一个结构的这样一个传感器, 对温度, 对压力, 甚至对辐射, 我们也研究了, 我们这边都研究了这样一个辐射, 对这个上转次的评定, 辐射都有因, 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们打这个东西用的话, 是我们这个产品, 我们才用的这个, 跟用的装备上面, 里面有辐射, 有温度, 也有压力, 那你这个测试是什么办的, 所以我们又想了一个方案就是, 刚才讲我们利用这个双段的, 双段的光子静体光线, 那么这个双段的光子静体光线呢, 两个完全一样的, 种类完全一样, 长度也完全一样, 在大概45度中间, 都是45度中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进入这个双段的这样一个模型, 我们可以推导出, 它的这样一个波糖叉, 这个你们有点问题, 那么波糖叉呢, 可以用这个表达式的描述, 这个表达式的描述, 那么这个波糖叉的话, 弄完之后, 可以把这个温度引起的, 压力引起的, 当然假如我们这里有一个辐射, 辐射引起的这样一个变化, 加上去都会被剪掉, 这个都没有了, 我们就只剩下, 有氢气引起的这样一个, 引起的波糖变化, 相对于我们就把这样一个, 过过的误差, 给它消除, 用射业的这样一个方案, 那么在真正的, 在实际做的时候呢, 我们一半不剁膜, 一半镀上这个什么, 半硬膜, 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呢, 我们也测试了这样一个结构的性能, 做了这样一个装置, 这个装置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动了一个枪, 把这个光纤传感头封到里面, 然后呢, 这边是氢气瓶和氮气瓶, 这个氢气瓶是我们标准的气瓶, 标准的气瓶, 比如15%、 比较准的, 氮气的纯氮气, 通过这样一个三通法, 然后这个机器我们可以, 各种负压, 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气瓶的, 各种镇压, 这整个模块, 我们把它各的一个温箱里, 所以可以调整个的温度,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个温度压力, 这样一个实验, 和氢气, 就是一个中和的实验,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结果, 在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压力下来, 看它的响应, 看它的响应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感觉呢, 有个特点, 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小的浓度的时候, 它灵敏度会高, 在大浓度的时候, 灵敏度会稍微低一点, 是这样一个响应, 它的响应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是跟那个水, 跟这个巴音膜的这样一个, 泰力响应特影相关的, 双泽舍对我们这个应变的响应是线性的, 但是巴音膜跟这个氢气的响应是非线性的, 所以在这个小的浓度的时候, 我们这个响应是非常, 这个灵敏度是非常大的, 就是1%的这个变化, 我们可以到一点几个那里, 所以这个膜呢, 从灵敏度的角度上是非常好的,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氢气传感技术, 那么下面一个工作呢, 就是我们进行做的一个, 一个国动项目, 这个支持我们的高精度的旋转地震仪的这样一个, 这就是陀螺的技术, 直接是陀螺的技术,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 用陀螺做这个旋转量的测量呢, 那么这是地球的一个状态, 它会有这个地震活动, 地震活动它会有这样一个地球旋转, 然后持极的旋转, 每个持极的旋转, 这个是地球的旋转, 然后有潮起的变化, 有旋转的运动, 有很多活动的旋转运动, 然后呢, 测量这个行星的这样一个旋转运动, 或者地质运动可以, 第一个接着行星内部的奥利, 奥利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看它事故宜居, 所以为了获得行星内部的这个结合性, 我们一般都需要六分量进行测量, 电阻转只能测量三个平洞, 所以目前呢, 需要测量三个这样一个转动, 测量转转的方法有很多, 现在也有极光陀螺的, 也有机械陀螺测量的, 但极光陀螺呢, 极光陀螺很大, 所以不适合于这个使用, 而且层面比较高, 目前来说光阴陀螺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一个直接的, 是为什么导致这样一个旋转地震学的产生, 是87年观测到这样一个震动, 最后是因为旋转地震学的这样一个概念, 要求制作旋转地震仪, 它的指贸要求很高, 进队员要一户都每秒的测量, 这个不高, 一户都每秒的测量范围, 远珍要加11万户都每秒的测量, 这个就很高了, 灵魂度非常高, 带宽带来到时的浮擦, 测量到时的20万核子, 那么要对频道不敏感, 领度标度稳定, 最好是便携了, 也成本低的, 因为这几个要求呢, 现在的光阴陀螺是最适合的, 但是光阴陀螺要达到很高的黎明度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的 我们要光阴环光阴长度增加 所以在这个旋转地高峻度的旋转地震仪里面的时候 在设计的时候 由于增加光阴长度光阴环的直径 所以它的成本 整个陀螺仪的成本或者光阴旋转地震仪的成本 8% 7% 80%可能都在环上面 所以这个环选什么样的光阴 就非常重要了 在我们这个方案里我们选的是这样一个 那么光阴采用了消费的结构 当然有很多方案采用这样一个保费的结构 那么这个图呢 也是这个法国X路公司 他们在这个旋转地震一方面的这个计划 他们有一个雄伪的计划 他们的计划是什么呢 他们要通过做这样一个 用于这个地震量的测量的这样一个陀螺仪 来探索光阴陀螺仪的极限在了 他探索这里 所以他做了一个计划 往下一直往下走 这是他的这个计划 就是这个虚线和这个栏 这个绿线 他的计划的节点 他们已经到了来 到了第四步 可能第五步也完成了 到这个级别了 这才计划 然后他继续一继续往下 这个呢 是这个地理的这样一个最低值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这是一个济光陀螺 目前的进入指标 就这个照上 然后这是地理的 地理这样一个极限值 所以我们 他的目标要往这里走 要进入这样一个地理的本 本身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这是水平的震动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级别 这是他的参与极限 然后这个图的同事也描述了现在这个现状啊 这个是他们做的这个 埃斯图做的一个便携的这样一个地理 这个是波兰军事学院的做的一个地理 这是Honeyville这样一个高精度的图楼 这是北大 北大也在国内的北大和这个13所也做了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 这是北大的这样一个结构 这是我们做的这样一个 单轴的这样一个高精度的水平地理 也就是我们后面要主要是以这个来展开 在这个谈这个方案的时候 我们选了是这样一个削边陀螺的结构 削边陀螺呢 刚才我们有讲的 我这边讲一下 削边陀螺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的是单膜的黄 但在这里面加上两个削边器 一个点线结构 然后呢 等效 就是这个单膜黄它会等效一个 单片的光的传输的效果 就统计上等效单片的光传输 刚刚我们讲过的这样一个陀螺里面这个光 比喻是个单片镇的单膜的光 单膜没毛病 但是它要等着单片镇的 它用等效的方法 因为我这样一个 带来削边器之后 就是所谓的片材的光 它在这个里面传输的时候 将等于在这个片镇方向 任一个方向 产生的概率 就出现的概率是一样的 所以能等效这个结果 所以消边陀螺也能等到高阴陀 这个研究呢 就是美国是Honeywell主要 在这个方面研究 在国内呢 可能就是这个德大 他们研究的很多 要多一些 这是消边陀螺的结构 那么当然这个 F1-2-3-4 这两个角度啊 就是两个消边器 两段光纤 两个光纤 然后这个角度是四周路 我这里打了个等约等于 约等于我们在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样一个塞开这个环 两段的塞开这个环 这里也是四周路 实际上这两个确实可以约 为什么 差异就在于什么 假如我只用一个消边器 差异就在我这辆用了一个很长的 单光环 这个辆用了一个短的单约线 差异在这个 所以他们两个的现象 他们理论基本上一致的 目前呢 已有的研究理论呢 没有考虑这个干涉的问题 他只是考虑这个消边器的这样一个 对这个影响 所以他认为这个是 这个均匀的干涉啊 均匀的这样一个潮汁谱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消边器的长度给它增加就OK了 但事实上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用这样一个 等效的模型来考虑的话 我们这个是可以测量温度 也可以测量硬力 可以测量压力的 表示什么意思 反过来想的话 在这个里面 我的温度压力 硬变 都会在这个环路里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误差 那么这个产生误差的机率是什么呢 机率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光谱的调制 刚才我们看到有光谱的调制 所以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模型进行了一个修订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模型 就是我这个输出了 得到了这个模型 就这个是输入的光 你波塔出光谱 然后它提供会有一个干涉的这样一个阴质 这个干涉阴质就跟我们这四个光线的长度 就有关去了 干涉阴质跟它没关系 所以这个我们得到的谱是这个样子 输出的谱是这个 跟我们输入谱的包落是一样 但是它里面会有这个调 而且是一个波周期的拍屏的调度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由于这个波 由这个周期的拍屏调 它是由这个干涉引起的 干涉引起的 所以它是不稳定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消质阴质的干涉的误差 主要是由这个因素引起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提了一个提了一个方案 就是在这个呢 再加一个调制器 高频的这样一个双折色的调制器 这是双两个关系的调制的调制器 加一个高频的 就是背评的信号 来进行调制 解决这个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光谱调制的问题 那么这个就我们这是 把这个加了之后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它所有的因子上面 都有一个接0的这样一个C的调制 如果这个C等于2.405的话 大家很清楚这项基本就没0了 所以就能够对这个光谱的调制 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 这是没有调制的情况 这个是做了调制的情况 然后这个调制谱呢 得了很好的赶上 而且这个LW造成的降级了差不多三个db 差不多四个db 五个db 取得很好的效果 那么基于这个技术呢 我们就提了一个消片的光源阶层性的主方案 这个主方案呢 还用了另外一个技术 就我们以前开放的另外一个就是双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差分的这个方案 就双的双陀螺的一个差分的方案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光阳过来 就我们用了两个光 比如说131.155 然后通过WDM把它合到一个光线里去 然后通过DWC 就是双窗口的这样一个光线 这个光线是有的 很早就有的 它可以通过D31.155 都是50%的比例 它就很宽谱的 然后通过这个调制器 进到这个环里面 这个这个干涉座在输出 再通过WDM分成两个光 两个光 就进入信号检测 所以呢 很容易理解啊 这样的话 我在这个这个部分 相当于形成了两个什么 两个陀螺 形成两个陀螺 就PD1 BS1 PD2 BS2 这两个组成两个陀螺 只要组成两个陀螺 我们就有机会进行插分啊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插分的 那同学们又说了 我们这个器权能不能支持啊 这个调制器 它是可以支持这个两个波长的工作的 这个我们做了这方面也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要优化 现在用的是不是非优化的 所以我们的性能备还很好 没有优化的 然后做了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结果 这三个理论啊 就是我们等下的陀螺 两个陀螺的这个位下标度 然后插分之后呢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表现式 这个表现式 那么这个是理论上说 我们这两个物件特别插掉 但是不能完全插掉 最后我们还有一项 由于我们这样一个这些这些 比如说温度误差 它词误差等等误差 它会有色善的问题 所以它有个色善的系统在里面 色善的因素在里面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补偿音质 是可以补偿这个色善的影响 就我们得到一个妥论模型 这个样子 所以这样的我们可以消除这个共模的误差 比如说温度的影响 比如说我时常的影响 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就调好之后 我们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总的方案 就用了这个消片的这样一个调制的 造成调制的方案 和我们的这样一个差分的方案 才做这样一个陀螺 消片的陀螺 那么这是我们做的这个样机 这是单轴的状态 然后我们这是奴隶的包装箱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这是三轴的状态 这是三个陀螺的 做了三个陀螺一个组合 三个陀螺的这样一个放大缺线 这是主要的性能 我们这个里面不稳定性 到了这个10个 不10万弧度每秒这个体别 随机有种是4.5乘以9 10万弧度每个 每个奥合资的地方就是现金的水平 就虽然不是领先 但是现金水平 再放是200核子 动作分比较200dB 用这样一个系统 我们做了很多现场的实验 在这个 这是在这样一个淮南做的 这个这个这个 矿洞里做的这样一个实验 然后这是在这个 这个陀螺还在北京的这个地球所 北京地球所在那里做的实验 这个呢是在这个云南的 逆江的地震台做这样一个实验 这个呢稍微证实一点 是我们把这个三轴陀螺 把它固定到这样一个 把地基上 用水泥给它汗在上面 来做的实验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观察到了 到5月份之前 现在5月份之前 观察到了一些很多的这样一个 点击的这个地震事件 那么这个图能是描述 我们这个观察到的地震事件 的典型的波形 三个种 就是这个东西的 南北的和这个垂向的地震信号 这个呢是列表 列表呢我们观察到最远 最近的是我们这个云南 这个玉龙的 玉龙的这样一个地震 它只有三级的地震 那么最远的是日本的这样一个 七点四级的就前单实验 七点四级的这样一个地震 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实验 这个远阵的 远阵的强阵的观察 和这样一个 陷阵的这个弱阵的观察 为了研究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模型跟理论 模型跟这个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研究 我们用我们观察的数据 因为这样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是 专门搞地震的 进入这样一个 现运动 就是这个现运动的地震的 现运动这个模型 来推导出来这个 旋转运动的模型 而进入这个模型 我们做了一些理合这是理论的曲线 这是我们实习测量的曲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从这个曲线结果来说 跟这个理论 吻后还是很好的 但是呢这个模型是用这个 屏洞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效应来做的 所以那还是某一地方还是有一偏差 但是这个研究也证明 确实证明我们这个技术还是 相对就是靠谱 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呢 我们现在还是一直在积累 一直在积累 相关的理论 所以这个旋转运动 对我们这个地震观察 或者提供我们地震的这个精度 这方面在这个学术界啊 还有在于这个研究 而且目前也是一个热点 那么前面我们也讲完了 所以我们最后呢 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 这个拿这样一个 how fascinating 这个单词来聊到 这个光阴土的这个技术 这样一个现状 和它的未来 首先第一个呢 这是大家公认的 就是我们这个光阴土 它是一个完美的 这个互利性的这样一个 而且呢有很多机缘巧合的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效果在里面 所以它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性能 和其他类似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刚才没讲 是电脑护感器 电脑护感器也是一个很大坦业的 这样一个技术 就光阴电脑护感器 也是一个现在音乐比较多 然后可以在导航方面 它可以到一个海里 每一个月漂一海里 这样一个导航精度 然后呢 从位向的角度体 达到0.3个蜡弧度的 那位向长远近度 所以它是一个 那么它造就它 就是它的汇颈和它 竟然巧合 它很多部分 比如说这个 我要光源 稳定光源 那么就有这个A4的调制器 我要这样一个 启偏器分光器调制器 那我们就有一个APE的 就是自质交换的 拨导等等等等 这些巧合 是非常美妙的 然后还存在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现在这个光源头 变温条件 漂移 标动误差 还是个短板 预期的目标没有达到 别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解 刚才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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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WSA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预期的 它预期到2020年的时候 应该在这个高中的理由 只有光源头 但现在呢 这个现象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这实际上 极光图楼 极叶图楼都有 都存在 而且光源头在温度 在温度信任指标上 还是个短板 所以我们这方面 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蓝点和一个焦点 第三个呢 是第一个光源头楼 这个程度还不够 所以在民用里 也没法 没法使用 第四个呢 我一直看好这个啊 就是这个邪正的光源头楼 还没有 一个实用的方案和技术 大家在研究 在国外呢 就是现在是 哈利威尔斯坦福大学 在研究 这个还不够论 在国内呢 大家 北洋啊 浙大啊 还有其他一些学校 也会能做研究 在研究这个事情 但是呢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案 很好的 这个实用的方案 但是为什么 我觉得还需要研究呢 这个事 跟我们这个 陀螺的发展是有关 包括极光陀螺 当初也认为 它走不出来 最后中国这个 一个关键技术 偏平的技术突破 就使极光车变得实用 然后光源头楼也是 光源头楼的核心的点 就是我们这个 全速度的解采方案出现 使光源头楼 马上变成一个实用的 这个技术 第三个呢 是一些科学研究方面的 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们谈的极限 比如说我们刚才 在地理检测 第四个呢 就是光源头楼 有很多的这样一个 产生巨大的社会 这样一个经济效应 目前于我所知 已经有很多的这样 有好几个公司 以对光源头楼的概念 在上 已经上市 或者正在上市 所以做这个技术呢 才可以产生 非常好的这样一个 经济效应 就从哪个方面 从这个技术 从这个前沿研究的角度 从这个经济效应 都是一个很有 潜力 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好吧 我一报告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对 好的 谢谢杨老师 非常感谢杨老师 非常详细精彩的报告 从原理到关键技术 到目前正在开展 一些前沿的研究 还有对未来的发展的预测 看得出来杨老师 对光源头楼的发展 还是充满信心 那么 现在我们后面有点时间 我们可以和杨老师 一起交流一下 老师和同学们 可以打字在 我们的聊天会室 窗口 那么两位共享平台 像构想和中国激光B站 也可以把直播平台的问题 转发起来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 点型的代表性问题 和杨老师做一个讨论 杨老师您看 在这个聊天窗口 已经有了一个同学在问问 我看见了 对 他说在测试计算 陀螺零票和随机游走 一般按照国军标的方法 还是要用爱伦方杀法 一般多少秒平均呢 谢谢你 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计算就是很重要 在国在这个国军标里面 也有 也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传统人帮助 进入这样一个时间平均的 时间平均的这样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就刚刚讲进入 对阿兰芳塔的技术 阿兰芳塔这样一个技术呢 是现在国际上 就通常采用的 就是考察陀螺性能 在国际上 一个通常采用的 但是我刚刚讲 这个平均的方法 比如十秒平均 一百秒平均的 这样一个方法呢 是实际应用的时候 实际应用的 这样一个平均的方法 早期呢 在国内呢 我们是用十秒平均的 但是发现十秒平均的结果呢 跟我们这个导航的精度 对不上 后来大家这个地域经验啊 就紧接出一个 十一百秒平均的时候 跟我们导航的 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零票值 或者得到一个造船 跟我们导航的精度 能够匹配上 所以在国内呢 在工程上 工程领域啊 大家都一定这个一百秒平均 但是学术界呢 要跟国际接管 大家都用这个 阿兰芳塔的方法来进去 这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开币 都可以 明白 我不知道对不对 好的 那个 其实导航那边 平台转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代表性的 就是说 他也问一下杨老师 有归光芯片做陀螺 有哪些难点问题 就是这个 你也提到过 归光芯片做陀螺 归光芯片做陀螺 现在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刷夹比较 比较认可的 这样一个方案 的一个方向 因为这是在他们 这个预言里面 也有这方面的支持 就是归光芯片 然后包括做光源 包括做波澡 包括做气线 然后再进行集成 我个人认为 这个微光芯片做陀螺 在这个低进度方面 还是很有潜力的 还是很有潜力 那高进度 我刚刚讲过 我一直这样 但是好像有的人 他就觉得这个 微光芯片可以 报答联想 对高进度的 包括你才是协证的 也很能达到高进度 只能在低进度领域 就是走来走什么方向 走这个低进度 低成本的方向 这是有价值的 所以现在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一个方向 不管从这个工业部门 或者说从这样一个学术部门 都学术学术的领域 都是一个大家觉得感兴趣的方向 明白明白 这是可能类似于MEMS 那种消费电子 是吧 对对对 有走那个方向 所以我刚刚讲 低进度还不够低 那么这就是方向之一 这是方案之一 我个人觉得 微光这个就是方向之一 好明白 谢谢杨老师 我看下一个 好孙老师 就是我们随忍老师 就问想问问杨老师 真的地震监测 地震计的 相比于光纤加速度 还是那么旋转地震仪 主要哪些优势 这是两个应用 就是我们刚才六分量 这个地震仪 我们一个完整的地震仪 是要吃两六个分量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国家也很支持 这个事情 这个这个后面 那个谁 后面那个 王文涛老师 王文涛教授 他可能要报 我就是报告这个事情 包括他做的 他主作的是光纤加速剂 然后呢 他是跟那个北大的这个李老师合作 李老师做这一个旋转地震 我们做的做这个工作是类似的 刚才不是说北大吗 是类似的 呃 光纤加速剂 他是做这样一个线运动的传感 就地震波的线运动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测量 然后陀罗人是做这个地震波的这个旋转运动的测量 所以他两个的 两个的这个目的这个目标是不一样 就两个组合起来 我们就得形成六分量就是三个频动分量和三个旋转分量的测量 是这样一个是这样一个关系 好的明白 行 那电流护管器 对 电流护管器 电流护管器呢 刚才讲了就我没有体验 我不是说回避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原子质量检测的这样一个方案呢 事实上我们也是解决了这个电流护管器的概念 他的整个结构跟电流护管器是类似的 我先给大家补充一下 然后呢 目前电流护管器这个技术呢 是已经是成熟的跟光阴陀螺水平基本上是一样 是一样 甚至能在这个带官方面 带官方面或者这个或者这样一个呃 寿命方法可能比光线要高 因为他是要 全天要测试的 有成熟产品 有成熟产品 有很多成熟产品 现在有有那么几个公司 现在典型的应用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不知道这个信息啊 就是这个张北的这个冬奥冬奥场馆 他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供电系统 就是变电这样他是个独立的 独立的供电发电系统 我会看新闻大家看了 看待会儿发新 看新闻大家看到 他是一个数字的制度 里面的这个呃电流的这个计量 就用了这样一个大部分 就用了这个光纤的这个电流护管器 明白明白 所以他是已经开始要 有但是呢 由于这个啊 互相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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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叶换代的问题 所以现在还没有能够啊 大量的用起来 还有成本的问题 没有大量的用起来 嗯 好的 这是下面一个 对 也有人想问就是光纤陀螺 国内的水平如何 这是可能跟国外相比吧 现在国内的水平啊 我个人觉得啊 跟国外的水平基本上是 在同一个水平上面 同一个水平上面 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国外的话 刚才讲 现在只有几个大公司 比如说Honelwell 比如说这个 还有这个法国的 还有一些小的啊 还有一些小 比如日本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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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忘了 这个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Link的功能还在做这方面的 这个 他们也是主要做研发 在学术界呢 光纤陀螺的研究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从查到文章可以看到 国外呢 很少有人 发这个光约陀螺的论文 跟 干涉型的光约陀螺的论文 他们携着呢 可能就是这个 斯坦福和这个Honelwell 他们还在 还在 还在做 有论文发 发表 那么这两个文章 从公开的报道的两个原因啊 有可能别人没有做 有可能别人做了 不说 是这样的 呃 我们国内呢 反而这段时间就是 定解了 是一个很热门的 有很多很多的 学校和这个研究单位 都在做他们的研究 所以进步也很快 我们现在图了进度从 在公开呢 我们怎么谈公开 所以我这边 为什么没有谈国内的产品呢 因为我们有个保密的问题 你要谈国内的产品 你都是你审查的 所以说呢 这个我就回避了 水平呢 基本上是从公开的报道来说是一致的 可以说是一致的 从公开报道是一致的 然后刚才讲的这个稳定性 跟这个 就是刚刚有朋友问的 是个交叉的问题 跟系统结合 跟系统结合 那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是一个交叉比喻 刚才不是举了个例子吗 就是这个 Explode的那个陀螺 他说是38天 导航进度是一个海里 然后推导出陀螺是10的 -50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和这个EPPM的标度 他这个是什么得来的呢 他实际测量是这个导航的进度 然后他反退回来 反退回来 陀螺的这样的进度 所以他没有直接撤陀螺的进度 或者到那个进度已经很难撤了 因为到10的-50磅 这个测量进度 确实我们现在实验室 很少有实验室能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测量进度 我没有用我实验室 就是我那个旋转地震 已经测了 没有用实验室的进度 我是用这个云南那个洞里的 这个测量进度的描述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实验室的这样一个稳定条件 已经不够了 不够来衡量这个进度了 他没有这个技术 那么这个地方就事实上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陀螺的进度 通过这个导航系统 然后导航这个解调算法 解算算法和他里面 他会有很多的一些算法 他也会有这个造成意义 比如说我们经典的卡尔曼尼波 这个导航里面是必备的一个逆波技术 他会把这个陀螺的 木叉和他的 不管他的这个漂移木叉和造成木叉 跟他抑制住 所以他就体验撤车的进度 会很好 那么这个技术呢 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人也在做啊 也要做 然后大家如果有人在 我估计 提这个问题同学是想做的 但现在也有也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在做系统 但是呢 可能呢就是对这个陀螺的这个特性 和这个系统 这两个特性啊 掌握不是很清楚的话 这两个就很难融合 为什么说光源头这个很有魅力的 会很有意思的一个领域 呢 他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你比如说要做一个陀螺的话 你光的技术 刚才讲的光线的波导的技术 包括光源里的技术都得搞清楚 还有一些工程的技术 然后还要理解什么电路的技术 电路解调就要搞清楚 然后你要到系统之后呢 你也得把导汉算法 这个面上的搞清楚 所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 就一个人啊 很多人一个人搞不定的 但就找这个交差点把这个搞把这个搞定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好的 好的 明白 嗯 下面那个有那个常飞的呃 郭江涛就问一下 就说想问杨老师 宝贫光子晶体光线 还需要在哪些指标方面用化 才能达到实用化的要求 宝贫光子晶体光线 这个我做了很长时间 就是包括吐露也做了很长时间 宝贫光子晶体光线 当然他有这个不算两种吗 应用是实心的 应用是空心的 现在呢 我感觉啊 因为我在在做到 15年的时候 我就没有往下做了 用把它交给交给 其他人员交给另外 交给另外人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实心的呢 现在已经做了很多 然后呢 也在这个空间应用 也在空间有应用 有应用 现在大家从这个学术角 大家都在攻克这个空心的这个技术 现在国外呢 在国外是 只做过是空性的研究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05年左右的时候 195年 我做这个空性的研究 他们没有做实性的 所以我后来一考察 好像这个实性的光线晶体光线 陀螺技术就是北洋 就是这个国内做这个事情 这是我 这是我当中提出来的一个方法 这些指标方面呢 这就不好说了 因为这个 我刚才讲过的 这个采用光线晶体光线 只是一个材料方面有改进 对陀螺的贡献呢 我后来全面的考察过这个事情 对陀螺整个工业呢 跟你这个扰帆 跟你这个固焦 跟你这个后面的这个 整个陀螺的光线体配 包括这个荣物就都有关系 所以这个光级的光线这个部分 它的优势呢 可能 在这个里面提出的优势啊 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当然它这个在这个辐射方面 它温度方面 我测过啊 这个有改善 但是改善的 大家可能也知道 改善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主要的问题 就是给大家这个 对这个温度的影响 现在有一个理论就是说 数倍效应 就是纯的数倍效应 它影响也是这样很小的成分 但是大的成分是由于这个 温度引起的这个 力学的光学的 材料学的这样一些相关的影响 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你这个材料方面的改进 也只是一步 包括现在的这个 空音光的精灵光线也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空音光的精灵 用的这个写生图楼呢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方向 但是呢 也有很多这个问题要要解决 我也看到一些 也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目前还是原理的状态 所以现在你要做在哪个 具体哪个指标上 提供化这个现在 真的不好说 不好说 我觉得首先要把损耗加下去 损耗的话对空的这时间的话 损耗是够的 空性的损耗这个还不够 就是空性的损耗还是偏大 好的 好 然后是归光集成的光 也很难做到高运动 这个 就我刚才说了啊 归光集成的话 那两个两个四路啊 一个是四路基层器件 一个四路是基层环 如果是基层器件的话 那你看这个器件水平怎样 能不能够超越我们这个分裂的器件 这个水平 如果能超越 那你可以做高精度 如果是基层环的话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短期肯定是超越不了这样一个 倒不了高 你为什么 你归光集成的环 你这个尺寸上不来 你这个 就我们这个A 你包围的面积上不来的 是倒不了高精度 明白 好的 好的 好了 那我看也差不多了 呃 那 我看杨老师其实已经给大家做了 非常非常详细的这个回答和交流 把非常这个 这个怎么说 非常细节的一些东西 都给大家做了深入探讨 再次感谢杨老师 这个不宁赐教 也谢谢各位老师的同学们 在线上的这个积极的交流和互动 那时间也到了这个 11点40了 杨老师你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这个非常辛苦 这个可以看 可以看到杨老师对这个领域 还有对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 非常的熟悉 充满了热情 看来说杨老师一定是一个非常喜欢上课 和同学们交流的 那么 报警官员 那么我想今天上午的这个关于光纤陀螺这块 讲解都到这里 好吧 那我们再次 先感谢这个旁边党和这个孙老师 给我们这个机会就说跟大家做这个交流 然后光纤陀螺这个这个技术 包括他的领域包括技术是一个非常非常多 我这个地方今天讲的呢 也就是一些部分的那种 可能有地方可能讲的 可能这个时间关系 或者说这个这个原因可能讲的不清楚 或者讲的有可能有问题啊 我欢迎大家的这个 下面交流 用我的个手机呢 给微信 也希望那下来的交流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互相交流 用这个技术呢 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 确实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 都在探索的 那好吧 谢谢大家 也谢谢各位各位各位同学和老师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最后一半 好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也谢谢 谢谢 谢谢